好 下面我来大叔你说吧 你好 博菜会玩这个 我是现在是在一个国家界的平安线 但是我现在一年能挣个80左右 相对稳定 想理下财 根据你推特的介绍 我买了15万的标普500 我有必要继续像你说的量 但是我不太懂这个 这个风险大不大取决你自己 你自己能承担多少风险就买多少 反正你是比较看好的 这个不是我看好 这是全美国全世界的钱都在里面 这轮不到我看好不看好 您今天头大岁数了 从以10岁开始 新闻联播每天到了国际报道 第一件事就是全美国森大股指都跌 都在往下跌或者都在上涨 新闻联播第一件事就是 美国道匈斯工业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 还有一个什么什么标普500 都在上涨都在下跌 这东西不配我看好不看好 新闻联播过去30年 国际新闻第一条就讲这个东西 这轮得到我看好不看好吗 你懂我意思吗 懂了懂了 这个东西 大概懂了 怎么这个 我看好不看 我的价值观是狗屁 美国所有人的养老金都在里面 美国所有人都要靠吃饭 美国所有普通人的财富 都在基本都在美股里面 我要不看好这个东西 他会崩 他一定会崩 但是他崩的代价是 整个美国就会完蛋掉 懂吗 懂了大方向懂了 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 因为我没读过大学 我自己觉得我的认知很低 我翻墙的经历大概只有半年那样子 就站在您的角度 你看我这个就是比较 知识比较封闭的一个地方 能不能给我一些建议 如何能找到更多的像你这样的人 我这样的人不好找 就我一个 像我这样的 我告诉你好的东西 一定要看英文的东西 养成一些习惯 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Bloomberg 彭博社的路透社的新闻 多看一看 分析师 全球的大基金 大投行的这些头头脑脑们 VC封头的这些建议 多看一看 这些全世界就是有头有脸的 这些人的看法都听一听 不要看华语的东西 墙外的华语东西 大部分也都是垃圾 跟墙内是一样的 您通过您筛选的这些信息 都是在 因为我不太懂 小白您是通过推特或者是某个 官网上看 还是有什么具体的稳定的一些 推特上面所有的大的新闻 都有官方推特 他每发一条新闻 都在推特上发一条 大的分析师大的分析 这些媒体人都有账号 你可以关注他们就可以了 好的 谢谢 我现在没有更价值的问题了 非常感谢 我跟你说最好的信息 比如说财经的信息 你就看财经的这些 我也不知道说是谁 你国内的看澎湃新闻 财新网 这些信息都是好的信息 我也很能推出来说 这个人对与不对 因为每个人的观点都有偏差 可能我推举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他的观点也有对与不对 还是看大的新闻媒体 我以前一直看国内的也就是看看微博什么的 翻了墙之后 我挽截我的价值观 冲击还是蛮大的 就不知道谁说的真谁说的假 只能赌一下 也许你党哥说的是真的 我只能这样试一下 从逻辑基于我现在的逻辑 感觉咱们这个翻墙外的很多人说的还是比较中立的 我所谓说相对而言 我感觉这个可能真实性能强一点 对我只能这样 我没有那个磁架构 其实许悦你 不知道怎么筛选这个东西 对我其实许悦你 现在就是遇到了 不要关注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是没有必要的 多关注一些 我看一下你关注的东西 还是多对华尔街日报这种BBC的新闻 都可以看一看 这个都没问题 没问题 我就是不知道 现在连国内的那些官网我都都是假 我都不知道国外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新闻都有真有假 但是你要看数据要看要看证据要看来源 这个东西 好的我会一直关注你 通过您的逻辑我来捋一套 看哪些可能会更适合我 我增加一下我的认知的 好谢谢 好好的 我一个建议如果比如说本科没有读完 我其实强烈建议系统性的看一些课 看英文原版的课 或者看一些就是基础的通识类的课 比如说经济的 但是这个我看起来应该很吃力 我完全没有英文基础 看中文的也可以 一些比如说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就这个可以看一看 如果实在不知道看什么 我以前也 实在不知道看什么 就去B站看一个小林说 对 Youtube 小林说是一个还不错的科普的一个频道 他讲的东西都是比较中立比较浅显的 好的我把它记下来了 我现在其实更多的我是这样想的 比如说那个经济学的知识 我想我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因为我现在这个状况和时间经历的 我只能比如说感觉 打跟你这说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论证 都一直是成立的 您建立的基础 刚才您说的说的不算 它是基于美国也头号强国 它的经济不会垮的一个基础 所以说大方向我就跟着您走就行了 我现在其实更想在这个墙外 或者是您身上看到的是什么 怎么样能观察一个或者是筛选一些 能提高我认知 认知提高我就会 因为我比较好学 就可能会增加一些我挣钱的渠道 或者是让我的思想更有一些层次 比如说你现在主业很赚钱 但是你的被动收入不是说 所有人都有办法去每天看很多 特别多的新闻去看最有最赚钱的方法 不可能赌博 赚钱越多风险越高 大部分人就是让他跟着资本市场 跟着美股的慢慢的增长 这是大部分人的选择 不是说大家都有办法去再去研究 不是这样的 绝大多数人其实他不研究就是定投 他也不管这些钱就定投 看他慢慢慢慢的涨就可以了 像我这种人偶尔会出个省 我在贵州的一个贫困基地 贫困县城里面 您觉得我这种人 以前我是从来没想过出国 有必要去到美国这些地方去 比如说旅游或者是来出去一下 你如果想见见市面 就来一次就可以了 到纽约到洛杉矶到硅谷这些地方 看完一眼就立刻回来 也不用去怎么样去玩 去移民都千万不要 就看一眼 就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 因为我理解很多人这心态 美国我没有去过 是怎么回事 我觉得看一眼就完全就可以了 但是看一眼 你看不到他深层的东西 我就看一眼 就看见几个常活着的蓝眼睛的人 有意义吗 那没什么意义 就是比如说你要知道 比如说华尔街是哪里 华尔街干嘛的 华尔街 或者美国的那些投行都在哪里 大概是哪些公司 哪些企业 哪些基金控制着美国的大部分的财富 美国他到底去看一看 比如说微软的总部 当然那个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看一看Google 看一看硅谷 看一看这些地方 你至少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美国为什么看一看好莱坞 有的人就是喜欢逛一逛 就仅此而已 其他的就没有必要仔细去看了 建立一个世界观 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是在意思吗 对如果感兴趣可以看 不感兴趣 其实你也都知道这个东西 好的好的行 谢谢党哥 我组织一下以后 有深度点的问题再问你 其实我理解 我感兴趣的话 就看小林说 其实就是很好的 一个启蒙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 目前找不到特别好的 在国内其实就B站 哔哩哔哩看小林说 或者抖音看小林说 其实就非常非常好了 我就是感觉看麻了 因为我看见谁说的 好像也是那么回事 另外一个人说的也是那么回事 都无法筛选 垃圾信息太多了 脑袋里面装不下 都不敢知道 不知道怎么看 所以说就看您说的 我感觉你 其实垃圾信息多也正常 每个人 其实我说的也是垃圾信息 我说的99% 也都是没有什么价值 但是小林说会 比较有体系的讲一些 他认为的一些话题 我觉得那个还会好一些 我也不是给他打广告 他也用不着火给打广告 他两三百万粉丝了已经 没有您说的也不是垃圾信息 只要您说的这一番话 有五条或者一条 对我来说很有感触 或者是让我很有启发 就已经很有收获了 就超过金钱了 行我把你这说的 我都有个小笔在这记了 行我有深度的问题 我再问您忙了 欢迎老师光伦 谢谢 我就听哥们说 他是贵州某个贫困县 我就想到可能是赤水 或者是哪个县 做白酒的可能 一年如果能挣80来个 或100左右 他估计就 贵州的话 估计就做这个行业 我确实有 因为我自己做这个行业 我确实有这个感受 有一批人 没有什么很有文化的人 靠做白酒赚了 赚了大钱 但是现在也确实不太稳定 现在尤其是到 如果做像我们的行业 从四月份开始就做到淡姐 一直要可能要迟到八月 八月份 我反正就大家都挺迷茫的 这次上来就想跟你讨论一下 因为我看高盛有一个预测说 中国的房价大概率会在27年的时候跌到底 就是说在现在的技术上还要再跌一半 28年以后可能就会迎来上涨 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你觉得28年以后有戏吗 我觉得中国房地产不要预测 房地产是最不应该预测的东西 因为房地产是一个政府强管控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我看说如果现在照中国 现在像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如果再跌一半就跌到27年真相高盛 就叫说跌一半那基本就到了 就所谓的成本价了 就是建安成本 跌到建安成本它也不会涨回来可能 它再涨回来就缓慢的自然增长了 就不会再疯狂涨了 我觉得高盛的东西也不用看 我觉得它可能 它到建安成本的价格可能会一直跌去 而且现在很多地方跌破建安成本了 房子特别多 很多人就想卖掉这个东西 我觉得高盛也不用去认真去看 对 因为因为现在就是我朋友 如果跌到建安成本 他说 他的想法可能还想 如果到所谓的27年再 再买一点房子 因为他现在手里 之前把房子卖掉 感觉然后看到这个论断之后 就跟我分享说 他决定27年再投入 我说你等27年再说 现在都说不准 高盛也不一定就是一个预言家 是吧 可能有些智库在里面 也甚至他就是做房地产的智库 他也想要给大家一点信心 怎么样 就不知道了 没有用 信心这个东西在房地产里是没有用的 咱们不预测房地产 房地产的东西 它增长起来是没有可能性 因为他不预测人口 不预测城市化 不预测产业 他预测房地产是没有用的 你在1970年 谁想到深圳的房价能这么贵 深圳房价 那1970年那都不值钱 谁会想到他会长这么高 预测不到产业政府 预测不到主的调控 预测不到人口 他什么都猜不到这东西 我想他的27年会不会因为 与老大的这一次任期结束有关 他不猜他高盛不解释 高测没有提供他数据的可解释性 咱就不给他解释了 咱不是他的什么 不给他招补了 不给他解释了 还有一个点 最近国内不是小米的汽车出了吗 因为以前我总觉得小米做不了一个汽车 我当时以为是小米可能跟理想 或者怎么样的未来还差一点 但是没想到在我看来 这速度还是挺快 突然 你总是觉得汽车是很麻烦的东西 其实电力拖动 同步一步的电机直流交流电机 其实这个是非常成熟的东西 谁都可以做 七年一八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没有看 那个时候中国有好多家公司 都在容易点击钱就可以做 电车这个东西就做出来其实不难 这打通供应链做到 其实电车的门槛最难的门槛就是 传统电车就是燃油发动机 只要把燃油发动机跳过去 中国其他权力都是完备的 在定车 对 我当时因为我跟我朋友在 我们在线下就私下也聊 就说 原来不是我不知道 您知不知道一个哪吒 周鸿一投的那个 我知道知道 他应该比小米应该 发生 早发生可能有两三年 两年前我好像就听说这个 周鸿一有投了哪吒 当时还说哪吒是仅次于 第四位还是第五 但是现在看来就小米 好像完全没有把哪吒放在眼里 为什么哪吒就是不行 按理说他应该也有一些资金 也有一些技术应该问题也不大 但为啥他就赶不上 小米难道就因为他营销好 就因为这个雷军 雷司令有这个本事 主要还是说他先走的高端 他做的东西跟哪吒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因为低端的东西 低端东西不缺哪吒一个太多了 中低端的汽车 最后都被比亚迪干死了 也是对我想起你好像 你还在吗 好X你说吧X 喂党哥你好 说吧 是这样的 我之前给你私信过 我原本的在一个港五的一个学校 我本来学的是物理和人工智能双学位 但是我并不是很喜欢这个专业 我也觉得他的就业前几没有计算机的高 所以我现在第二学期我又休学了 我在家自学LL 我想再考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预算比较有限 父母可以一年给我12万跟我读书 我在深 我只知道香港这条路 因为香港的话如果成绩好一点 我经常想要学金的差不多就下来了 一年12万也能下来 我不太清楚 很好我想请党哥针对我 你先把本科学位读完行吧 先把本科学位读完 这种预算还有情况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些 除了香港 没有 12万就这么多 没有办法 你要不去那个什么 上海纽约大学也可以 好 因为我觉得我本科专业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因为我将来不是很想干人工智能这一块 我想本科专门学一下CS 它课是差不了特别多的 它只是名字不一样 课基本的课不会差特别多 什么叫应用物理与人工智能数据分析 到底是三个学位还是一个学位 它是双学位 一个是应用物理 还有一个是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 它是人工智能与数据分析 它是在一块的 它跟这个应用物理 你的主要的学位是哪个 你录取的学位是哪个 录取学位是应用物理 另外一个是副主修 人工智能那个是副主修 你就说minor不就行了 就什么副主修乱七八糟的 他用的是secondary major 就是minor 就是minor 他那个词 okok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本科不是CS 然后我觉得 然后我未来 我觉得想从事CS方面 我觉得肯定有劣势 所以我想牺牲两年再去本科 牺牲两年没有意义 这两年很宝贵 不要牺牲了 好吧 好的 好 这个文野 文野可以说了 文野不开卖的话 我就先把你接去了好吧 好 他不开卖我先把他接去了 我刚刚这个踢的突然线号不好 我就刚才就说到你说低端车的问题 我想是不是因为中国喜欢买低端车的人 可能还在坚持用油车 不是 是因为它拼不起来 就做一个高端车 各个方面都要做的很高端 不管车的内饰车的车机 还是各种各样的细节 都要做的很高端 高端车其实它难的不是在电机电池上 那难的是在其他的细节上 这高端车其实做起来成本是很高的 你需要投很多人研发团队 把这高端车做出来 那供应链也要打红 高端的车其实并不简单 它不是能在电机上 它是难在其他地方上 小米有这个能力 小米可以烧得起这么多钱 但是哪吒或者什么之类的车 它可能没有这个能力 那我可能想错了 我还以为是因为需求端的问题 就没有那么多人要买 原来供应端的问题 那我再想一想 其实不是供应端 其实低端车已经死了一批了 对我知道以前有些几万块钱的电车那种 就是老人带股车那种可能也没几步 那也是电车一种 而且这一类的厂商 逐渐被市场淘汰 边缘化的品牌有很多 大家不是不想做高端 是做不了高端 党哥你会推荐 如果说要买第一辆 现在如果要换打算换电车 第一辆选特斯拉还是小米 还是你觉得哪个可以 我觉得电车30小米 还有什么华为的问界好像都还不错 都还行 我觉得小米是最好的 说实话外形是比较好看的 倒也是 但是会不会存在说 它会很快推第二代 或怎么样之类的出来 不会的 它这个至少也是一年或者一年多一代 它可能会 你还是得早点买 你不能一直等这个东西的 好 而且小米那个东西说实话 性价比其实就不错了 对 其实我当时看了之后 我觉得性价比挺好 但是 就是包括价格各方面 跟它的反正 总言之就是性价比 但是后来又看了一些所谓的科普 就说看那些东西也比较基础了 是吧 在终于是给小米泼冷水 有一些 因为我不是这个 那等三个月好吧 太阳又掉下了 那让先让LLWCG说 你好 我目前是一个大三的学生 是一个日本的学校 计算机的 有很大的兴趣 你就去其他行业里找找工作机会 看看有多难 你就珍惜这个机会了 懂吗 让你去干两天 什么运营 什么产品经理 什么进场干两天 或者是进个制造业外贸做个客服 你就知道编程这个工作的幸福感了 你能靠脑力去吃饭 比你在那靠熬夜那个什么东西要强的太多了 因为我在本科期间 其实我也接触的挺多的 前端后端 我也都有学 学下来之后就感觉 主要是感觉没有很大兴趣 听我这边也是 我跟你说没有人工作是靠兴趣吃饭的 懂吗 如果14亿人都靠兴趣去工作 那14亿人现在都应该打完整荣耀明白吗 你说 你以为程序员阿里巴巴里面几万人 拼多多里面几万人 字节套动里面几万人 都是我是因为感兴趣做这份工作 我做的吗 狗屁也没有人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70% 80%的人对这份工作是不感兴趣的 你不是饭吗 这个东西懂什么叫饭吗 明白明白 没有一个人说是多少人硬着头皮 我这个东西我吃跟吃屎一样 我要转马 我本科4年没有学 他不是因为他就赚钱吗 这根钱过不去 你为什么要风飞自我 我要是现在按照兴趣去工作 我现在应该拍电影去唱歌去 我应该天天做游戏主播去 人能靠兴趣吃饭吗 我问你了解了解 你的兴趣是什么 对我自己来说 其实我也没有很好的定位 我也没有说特别兴趣哪一个了 就好像都可以 还是那句话 因为你是computer science本科的哪怕是二本 你也可以有这段饭 当你没有这个选项的时候 你去找找其他的工作就知道了 其他工作比还多少人是进了体制内 你考了工考了编 借着事业单位 干了两三年 两年三年忽然行过来了 我不行 我得回来继续当程序员 但是我两年三年五年没有干了 我已经回不来了 你懂吗 你知道点好赖吗 明白 那您是什么看待体制内还有国企的 你家里有体制内有国企的吗 我家里是做工程的 你找一个体制内的去问一问 我还是那句话 无数人都跟你说体制内压抑 天天写材料 天天看报告 天天听讲座 说不了这东西 你还不听 你要体验一下这生活 一个礼拜七天 工作日五天 有三天写报告写材料 听讲座 听汇报 你过一过这种生活 看这种压抑的生活 你受不了 你不断的问我这问题 非常非常幼稚 这个录音室录音坊 我估计我也会传到YouTube上去 工作三年五年之后 你听一听 你说的这话是不是人话 多少人在体制内都憋疯了 恨不得出来找工作 他们没有能力 没有技能 初步来 了解 我就天天让你看新闻联播 每天现在早晨八点到公司 到这个单位来 早晨八点看到十点 新闻联播间谈谈 看汇报 看报告 国家级的省级的市级的 就在那看 你受不了 你要坚持两个月 你能坚持干这个事情 你就可以进去体制内 你坚持不了就不要紧 懂了吗 明白了解 这都是你不知道相抽 不知道黑白 不知道好坏 现在 像对我翻墙也是最近才翻的 感觉也是感觉认知这方面 感觉也受到了挺大的冲击 也是偶然间关注到你 因为你学了计算机 你有不学他的自由 但是很多人还是那句话 你当真正你彻底失去这选项 比如说你在体制内工作了五年 你出来发现没有公司要你这样的程序员 你的五年没有写代码 五年你天天给领导写材料写报告 你这个时候你再出来 你没有这个选项的时候 才知道这选项有多珍贵 天底下谁是靠他妈兴趣去活着 有人靠兴趣活着吗 我就靠兴趣活着 我现在就应该拍电影去了 我就觉得演电影多好玩 唱歌多好玩 我天天打游戏多好玩 谁是靠着兴趣活着 真的是 还是太年轻了 你现在瞎想这些东西 我都我要你是托儿幼儿园小孩 我是幼儿园老师 这道理我跟你讲 都讲不明白现在 就得陪着你 哄着你给讲这道理 好的 目前就这个问题 好 谢谢 这个Jorge可以说了 长哥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 比如说计算机方面的土博 今年就要毕业了 我就会选择一方面可能是高效 另一方面是那种运营商 我不知道您对这有没有 什么叫运营商 移动联通这种是吗 比如说移动电信联通那种 比如省公司 你土博计算机的本地的博士怎么不能进华为不能进什么阿里 因为其实应该是可以 但是因为感觉不是先做的工作 其实和编码这方面也不是特别相关 那要给华为投简历 不相关一样给华为投简历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大概说是学校 211的比较好的学校 北游是吗 对 你给华为投简历 进移动干什么 哪个正常人 哪个北游的人 会想着进移动当做人生目标 移动的什么各种研究院 那个东西不如华为的一个脚后跟 当老师也可以 当当教职也可以 你觉得你能找到哪里 需要做博士号我现在 你还在吗 他不在了 我感觉华为可能会不会需要 现在都是需要做博士号 那你先做一个最好的博士号方向 你做的什么方向 叫通信的是吗 不说了信华为好吧 信华为 不不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他已经不在了 唐化桃花苏可以说了 党哥你好 我现在是一名大二的 中医的针灸退纳学在读的学生 现在纠结说以后是 因为如果说家里面是想让我出国 那家里面只是想考虑 东南亚这一块 新加坡或者是日本 但是这两个地方 因为国外对于针灸退纳学 一般都没有什么相关的专业 我想谁给你挑的专业 就是运动 谁给你挑的 这个专业是当时我的大学 就是落榜了 前面那几个人 就到这个学校了 你现在能转专业吗 现在 现在是大二 能转 但是我们这个学校 就是类似于中医药类的院校 就没有办法转到 能转 能转口腔吗 没有 能转医疗检验吗 医疗检验 医检有 转医疗检验去 不要学中医 中医是什么狗屁 你自己信中医吗 你 转医检 我不迷信 你自己也知道 中医这东西是纯粹的骗人骗子 针灸这东西 你现在先不要学这个专业 不要再需要读了 不知道怎么说 你如果现在 单二 你转专业还好 医疗检验是可以的 你要是这个专业读下去 你这辈子会毁了 等你到22岁25岁30岁的时候 你会撤自己100个大嘴巴子 我当时为什么要选这么一个傻逼的专业 那就 你想过不读这专业吗 想过呀 就行动也行动 中医是什么狗屁 为什么还要读下去 行 针灸这东西 他们谁谁信这东西现在 这伪科学的乌医是一个东西 自己自己对这东西没点没点数吗 学了两年了 学校里有卢木染的 这些都是教授们都是什么狗屁 牛鬼蛇神的 因为我们老师他经常给我们洗脑 就国外比较信这个 是国外 我告诉你啊 在美国有很多中医中医的这些诊所 他还有很多这个印度的疗法 有很多泰国的精油 有很多这个理疗 什么半身不随的人都 你做什么都可以 捏脚都可以 中医不是医院 中医是保健 是就是理疗的这么一个一个作用 就是狗屁 你自己有闲钱了 或者你的医保 给你多cover一些其他这些东西 可以来来做一做 没有用 老师给你洗脑是狗屁 这个东西中国人都不 中国人都他妈不信 美国人你指望美国人指望新加坡人信这个东西吗 纯放屁吗 这东西 老师您说的有道理 你自己不要 我告诉你 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 自己要对自己负责 自己不要骗自己 知道吗 这东西 学检验去 好吧 好 谢谢你 检验这个东西全世界哪里都有饭吃 每个医院都有B超的X光 都有一套的理论 你都可以去学 都可以用得上 哪怕在中国 哪怕在你们老家 哪怕在新加坡在日本 哪怕到了美国到了加拿大 你考了一个这个license 你可以直接去干这个活 中医是狗屁 没有人去用这些东西 也没有人去信 人生最重要的是 不要自己骗自己 你这条路上 已经沉默成本这么高了 也不要骗自己 及时止损 好 那我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谢谢老师 大哥 好 现在第一堂 D OCC可以说了 大哥 你说我这种情况 可以去加拿大读college 我就是自己打工两年 college读什么专业 我不知道 我看他们说可以 要是到时候去读college 就可以在那边打工 打工 就在那边可以办移民 不是 读college 你得毕业 你得找工作 你有专业 你自己先考虑一下好吧 这个我不给你点点点你说 如果你三秒钟不说话 我就把你贴去了 好吧 不许要插麦 咱们不许插麦 阿尔文可以说了 你好党哥 我有个问题 我想在油管做频道 你这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没有好的建议 你就自己做这个东西 就跟你说我要在抖音做网红 自己有什么建议 没有建议 你先自己拍 先拍20期看能不能长到1000粉 好吗 那我这个都有准备了 因为在国内他很多话题不能讲 不自由 所以说我就想做油管 不是说自由了你就能长粉 知道吗这东西 我有100万 我有100万粉是因为我自由吗 那他也是 那我就说和国内相比 会不会这个空间更大一点 你要试这个东西 你要试 你做什么内容你要试一试 不是说我这因为自由了 我就可以有100万粉了 不是这样子的 党哥有100万粉 不是因为党哥说的东西是自由的 而是因为党哥说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是你们愿意听的 对好的 那我就明白了 谢谢党哥 你好党哥 我是毕业一年 是一名动物专业 现在在电厂里面做一名施工员 现在是不想做这些行业了 重新转行去别的行业 做RT行业和准备考公务员 应该可以的 可以可以可以 没有问题 好吧 行 那这个Cayook可以说了 TSE什么 Cayook Cayook不开卖吗 Cayook如果不开卖的话 就先把请一下老爸 我看台下还有这么多人要上来 我慢慢的来吧 你们这个礼拜五晚上有时间有空是吧 我发现 平时我平时开卖你们都不上来 今儿也一个个的精神的是吧 你好党哥 Jack阳可以说了 我想帮我朋友咨询一个问题 他是临床医学的一个本科生在重庆医科大学 他今年考研的时候没考好吗 他的成绩有点尴尬 现在面临一个调剂的问题 他说如果说他去报专硕 他可能只能进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学校了 可能是像什么包头医学院之类的 或者说还是进重庆医科大学的一些比较辅助的科师 但如果说他去学厕 他可以去像什么苏州大学 或者说像什么南洋理工大 不是南洋理工大学 像中山大学这样的一个学厕的一个 那种什么基础医学这样的一个方向 但是他如果说走学厕 他可能没有那个归陪证 这个问题不知道党额里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看法 你要不然再考一年行吗 还在相当于在二战嘛 你要他这两条路他显然都不甘心 他在学厕再考一个临床呢 但他觉得其实因为他已经在实习了大五 他其实轮转了之后他感觉科师可能都 他自己可能不是特别想做临床医生这一行当 但是我也不太清楚 那就读什么基础医学去初初大学读基础医学去挺好的 你就自己不想做了那就该干嘛干嘛去 但是因为还有一个要吃饭的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如果说走了学 他想吃饭他就不要跟自己说想不想做 想吃饭就去读临床去 但临床他如果继续做那种辅助科省 像什么康复简易之类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的 不是钱少吗低人一等 你的规划为什么没有人读这个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学 因为钱少首先是 其次你的增长 你个人的规划 你个人的成长是 天花板是很低的 知道吗 这样的吗 那其实还是很快 进小米人都想当程序员人 没有人说我进小米我第一件事我先 我先扫地 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 那还是要走那种内科跟外科这一块吗 我感觉他们因为今年的分数也特别 你可以躺平 你就说如果你决定我这辈子我现在22岁23岁我可以考研 我就不想当临床 不想当医生了 你现在决定躺平 就一辈子躺平就可以了 我理解党哥的意思 谢谢党哥 我没有其他的问题 Cross可以说了 Cross 哈喽党哥 你好我是数字媒体专业 你好就是我问一下是还是往那种编程上发展 还是可以去这种Unity什么发展 Unity不也要编程吗 你就纯做什么建模素材什么之类的是吗 其实Unity也可以 但是您看两个方向哪个好找工作一点 就是大约 数字媒体 我不知道你在国家什么学校都不知道 双飞 双飞 那做那个什么去做 那个学Unity就挺好的 那就是那方面的 纯程序员 去编程那方面学一学也可以 什么叫数字媒体 这是文科专业吗 这个 数字媒体技术 也是Cross里面的 平时也学编程是有建模 是Unity 学特别早 你拿学编程就学编程 你自己考虑一跑吧 这个市场就在这摆着 学Unity就没有什么饭 钱也比较少 但是它也有这份取求 Unity是什么 好翻墙出来玩 你可以说了 翻墙出来玩 如果4秒钟不说话的话 就把他请进去 说 喂 可以听得到吗 我让你直接说 三哥你好 我是一个双飞的 我现在美国禁调的高校里面唯一双飞的 现在是颜耳本硕都是计算机的 我的最终想法是想去美国拿绿卡 我想目前想计划是去加拿大那边去读一个计算机的 我最后毕业之后拿到加拿大绿卡再往下 党的有什么建议吗 你先申请倒在说行吗 先申请可以没有问题 先申请不行 那有什么 比如说在哪个省有建议吗 因为我之前看到好像是 哪个省的Master PhD都可以拿这个分语卡都不难 好的 就直接过去就行了 对对对 那大语言模型这一块支持吧 推荐这一块 我想 我推荐 但是推荐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果你本课没有发过鼎会 你现在申请这样的PhD是不要你的 懂吗 目前是准备发鼎会的 应该是 是鼎会吗 哪个顶刊 怎么还有顶刊这么一说 因为我们老师是发期刊 他不是发会议 你就说你们导师发过ICCVP CVP Neural IPS这些发过吗 发过 发过 你能发吗 我发的是期刊的 不是发会议的 做什么的 计算机视觉 你要发鼎会 哪个期刊你说说 iTribute transactions 什么什么什么 ZBHI 是个医学的 你自己 医学类的 但是我可能后面也会去换方向了 这个 这条路大概是通的 先去那边读 不同 完全不同这个东西 你要自己去看一看 比如说你要我要读多伦多大学 你看一看多伦多大学今年录取的 哪个世界是录取的PhD 他们录取之前发过什么样的文章 他们是什么水平 你要看一看这个东西 那比如说 如果我是纯粹的为着 最后去拿美国绿卡 或者说加拿大拿了绿卡 再往下拿卡 那不挑学校可以吗 可以不挑学校 但是 但是你PhD毕业之后 你要有工作 你要是PhD 可以几年给他干苦力 也没有意义 这东西 这样子 要比较好的学校 才可以就是找到好一点的 你读5年PhD 在5年特别没有用的东西 特别烂的学校 就是为了读个PhD 然后拿一个枫叶卡 对你人生是个极大的浪费 你在华为 在彼得多 在私下校都可以到 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了 就至少能跳一级 或者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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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西挑两级都可以了 尽量去申请一点好的大学 再往南下去 读PhD这个东西 严重的看导师看大学这东西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党哥 好 George还有什么要说的 没有好 先把议下去了 你好 我还是刚刚的请教您 网安博士就业的问题 我想您能可不可以具体说一下 为什么去华为比较好 你是说网络安全是吧 你是说 对 博士 你刚才不是说通亲文 你刚才不是说 华为的 我说的是网安 华为不是就给钱多 对 你可以卖一卖命 但是他就比较累 哪有20岁的人想着我要不累了 20岁的人天天想着我怎么省事怎么来 但我感觉就比如说去一个运营商那种 可以拿到40多感觉也还行 你还是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给自己有一些锻炼的机会 你不要老是 哎我这个拍了 我那个不行了 这个不要这个样子 明白 这老是想着躺着你这个天天 那好不了 确实 而且我告诉你 新高校也不轻松这个东西 对对 你以为新高校轻松 那些行政那些教育的东西 就是浪费你时间 谁他们想给本个生 你去了一个北游的博士 你去了一个双飞一本 去了一个二本 你当教职去 你想好好教书吗 你可能好好教书吗 你要是都是清华的学生 你愿意好好教 都是北游的学生 你多讲一点 你真去了一本去了二本 那课排下来 你今天多难受给他们上课 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的 没有 谢谢蛋哥 ZZ可以说了 你要蛋哥 目前这个是专科 但是因为我学计算机专业 我现在目前大二 我学了加瓦 现在能自己写点小项目 会点加优地 但是我不知道 目前要不要装生本 我其实有点像有迷茫 一定要生本 生本是一定要生的 这个毫无疑问 你可以不读硕士不读国士 但是本科一定要读完 好 谢谢蛋哥 好 我现在要排一下卖序 大家不要把卖序打论 好吧 点点点可以说了 你卖封我听不见你卖封质量 把蓝牙集关掉 好吧 好 WJJ66可以说了 蛋哥您好 我在网上看那个视频 别人说香港高级人才二次元丰哥 说这个月底要回归 是真的吗 想再问一下 他是为什么被封杀的 我不知道 这个我真不知道 丰哥为什么会被封杀 这个可能是一个 如果你不知道 我也肯定不知道 因为这个就是一办公室 或者内部的一个会议 或者是一个决策 这个肯定不是你能说 或者是我能知道的 我肯定没有比你更多的信息来源 我在网上看 现在有很多人放消息出来说 那个他这个月后半月会复活 这个是真的吗 很多人都说 丰哥过三四个月就会出来 我不知道这个是真的假的 应该是真的吧 可能 好吧 放下的就悬起来了 什么那个王刚不也复活了吗 那个炒菜的王刚 都复活了 王刚这个他不是就是蛋炒饭吗 他那个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丰哥也没有原则性的问题 没有原则性的都会复活 行行行 居然复活了 居然有复活 The UpTVN 大哥你好 我是一个高三的学生 然后就是我数学就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只想学一文科专业 然后我就是对英语这方面天赋比较好 但是周围人都说英语以后就业 说特别不好怎么知道 都不让我上 但是我就是比较热爱这个 然后如果说弄钱 我从小就是因为比较缺钱 我自己一直想办法搞钱 缺钱就学计算机 不要学英语 但是我真的不太擅长这个理科 我觉得 不太计算机跟数学没有关系 大部分人程序员用的数学 就是高二的数学 初二的数学 好的好的 哪个王八蛋告诉你 计算机是跟数学相关的 告诉我 这不纯他妈扯淡吗 这个东西 英语不好找工作 这个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跟你说的 这个是过去几十年来 每年几万几十万英语毕业生 告诉你的一个经验 就是不好找工作 你刚好现在能考多少分 我是在天津这边 但是我 你就说你哪学校是难开的吗 不是 我是在天津一个县城 你就说你刚好能考多少分 我想考六百三四那样大概 就是 你是哪个 你是哪学 是唐古一中 什么武清一中是吗 不是 我是一个天津的县那边 季县那边 季州区有一个叫 比较偏 你能保证高考能上六百分吗 我觉得应该可以 我告诉你 高考六百分 打个比方 你去南开大学 我告诉你南开大学计算机毕业 起薪三十万四十万 英语专业毕业 就有力 就有力不到一半 起薪十万 懂了吗 三倍的钱 好好 你他妈缺钱 你不学计算机 需要我教育你这东西吗 你美国有三亿人四亿人 哪个英语比你差 哪个人英语比你差 我问你 是 拿自己真当回事了 英语这个专业 为什么不好不好 不好找工作 我告诉你 我今天就是教育教育你 大学四年学的这个东西 叫专业 是手艺 是吃饭的饭碗 英语不配当饭碗 懂了吗 谢谢咱们 英语专业四年 你学任何专业 不耽误你学英语 你学计算机 不耽误你学英语 但是如果你大学四年 学英语的语法 学英语的文学 学英语的词汇 学英语的烂七八糟 这个东西 这个不叫饭碗 听懂了吗 好的 不知道这好歹了 你现在 你要是什么拿开中学的 你要跟我一样是校友 什么什么 这个 那个 什么都好说 你要早生二十年 三十年什么都好说 英语毕业的可以 哪里机会都有都可以去 你现在如果是坚持学英语 你一定会毁了自己一辈子的 英语不是饭了 英语不是技能 好谢谢你 那如果我要是考虑一个别的 像经济学那种 文科全是垃圾懂吗 文科全是垃圾 为什么没有 我为什么反复的 我再给你们讲 地球上所有人都给你讲 文科都是垃圾 因为文科就是垃圾 文科没有好专业 我告诉你 好的好的 你现在是必须要学文科吗 我就是特别担心 我这个数学的基础 因为我一直数学都不太好 但是别的理科就是还行 因为我学的是理化地 物理化学还行 但是数学 真不好 我也挺担心上大学之后 这高数会挂科 高数那个数学 跟你高中的数学不一样 高中的数学的训练难度 远远比大学的高数量难得多 我告诉你 好的 就是我推特的东西你都看了吗 我平常就是挺忙的 没时间看您这东西 你可真忙 我就告诉你 我再说一遍 文科的专业有一个算一个全是垃圾 懂了吗 听得懂吗 好的 谢谢 不要学文科的专业 理化生 就是物理化学生物 要选要选这三个要考去 好的 好 这post guide可以说了 邓哥你好 我是那个一个学美术的学生 然后我大学四年我学的是就是游戏建模什么的 然后我现在觉得就是很累 然后虽然我拿到了一些offer 但是我不想继续做了 我接下来想到澳大利亚去学一下幼教专业 我就是想想润 我也不知道我后面要润 也许我两年就是可以拿到那个pr 但是我不知道我润完以后 我去澳大利亚那边我可以继续做些什么 什么也做不了一辈子干游教 什么也做不了 这样子吗 就是这样子 没有办法 如果和那个美术结合 在当地就是有没有一点身材之道之类的 澳大利亚本地人学美术的人特别多 白人 懒惰 贪婪 不想动脑子 这些人学美术的特别多 你跟他们抢不过 这样子 你老想着 美术 美术不是一个好饭碗 艺术不是要饭碗 而且我说实话 你去澳大利亚干游教赚的钱 可能没有在国内游戏公司里 加点班赚的钱多 就账面的钱比国内要少 但是他们那个太累了 我觉得我是女生 我自己 你以为幼教不累吗 幼教不累吗 你以为 确实 哪有不累的工作 就当坟少爷不累 给人看坟去 这个不累 剩下其他的360行 哪有不累的工作 行 谢谢当游戏 而且当游教这个东西是非常无聊 非常枯燥 你24岁第一天上班 和你60岁退休的时候 干的活是一样的 你人生就彻底完蛋了 能学健庚就学健庚 在国内好好待着这个东西 你这个状态不要不要 乔大利亚来 没有必要 好的好的 谢谢 你真的 你不知道小孩有多麻烦 小孩有多么痛苦难受 中国为什么缺幼儿园 中国人也不想当幼儿园老师 这是一个特别难受 钱特别少 特别无聊 特别苦头 特别烦人的工作 你去澳大利亚干 跟中国干没有区别 钱也少 也烦人 你为了PR不值得 我告诉你 到澳大利亚干了几年 你拿到了PR 拿到这个 你干了几年 你再去其他公司投简历 没有人要你 不会给你面试的 知道吗 那是自己做一些商品去卖 开网店啊 之类的 你先去澳大利亚做什么 澳大利亚没有电商澳大利亚 懂什么叫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吗 懂吗 人家资本主义干了一百年两百年了 市场消费经济充分竞争了一百年 轮得到你开网店吗 那确实 天呐 你 我真的 我 我其实很诚恳的劝你在国内好好的学 学技术 加加班进游戏公司里做一做 其实挺好的 游戏公司又不累的 大家在澳大利亚 你这么干一定是累死你 你还真以为游戏公司加班呢 是吗 早上去到晚上去 你以为他们是加班下9点 加12 一天干12小时是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Post guy 没有了 谢谢大妈 点点点说吧 大哥能听到吗 说吧 嘴里一首 我现在是在厦门的一个日本组计算机 我现在才大移的 我这样在网上有看到说什么计算机的就业 现在不是很好 我现在就比较焦虑 是 那你干别的去吧 你转你转中文去去 转历史系去 不想学可以不学 考工学也可以 几万人考10个名额 考工也可以 没有问题 你有点相臭吗 有点好赖吗 计算机不好找工作 哪个专业好找工作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问计算机有没有 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就没有那么转 听见什么加班 你说什么 没听见 我听不听你说话 你再说一遍 计算机有没有那种 相对我刚才说了 地球上有没有轻松的工作 地球上没有特别轻松的工作 你给我找出来一个 你这个年纪能找到特别轻松的 不加班的工作有吗 你给我找出来 那应该是 说着没有用 而且我听不见你说话 我先把你下去了吧 这个不灵可以说了 不灵不说话是吗 那我先把你下去了 好这个 好 Each可以说了 党哥你好 能听到吗 直接说不要失败 不要问听不到 直接说 好的好的党哥 我想问一下 现在国内有什么证券 可以弄这个账户换美元 没有没有 SP500吗 你只能去支付宝 支付宝买基金 没有让你直接换美元的东西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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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党哥 好 党哥你好 我今年24岁 之后我本科是一个普通一本 党哥还说吗 还在 我刚才看那个 那种布林在说话 然后我就是 这个现在是这个硕士毕业 准备这个出国 我现在这个本科这个是 985 末六985 这个硕士是在这个中科院 这个读的专业是生物专业 我现在想出国 就是想去这个挪威这边 不知道您这个看法是啥 我会学什么专业 你是生物相关的 那你饿死怎么办 还行 他们那边岗位置一年能有 到手又能有赛 不是毕业之后呢 毕业之后准备去进公司吧 那什么公司 你跟我说说挪威有哪些公司 招生物的这些博士 他们鱼产养殖 或者你去做生态 去他们那个国企里边去那个 招生物博士吗 招的招的 或者我去把挪威当一个踏板 我去其他国家做生物相关 去哪些国家 比如说去这个加拿大去这个 挪威 挪威的绿卡去加拿大是不认的 等于说是我有这个工作经历吗 有一个有一个南非人说 我以越南为条 本来中国找龙座 你说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那这个挪威也算是一个西方的 一个老牌对 越南和中国也是东亚国家 没有问题 越南和中国也是传统儒家文化国家 我先拿去到越南拿个永居 我到中国找龙座可以吗 不一定说是非要去加拿大 不过更倾向于就是挪威了 我就问你如果钱再比国内还少怎么办 我就告诉你 钱比国内再少 我就告诉你挪威现在你找这种工作 一个月换到人民币就2万块钱 人民币税后怎么办 人民币税后差不多2-3万 对你还在那待着 物价生活费比国内要高得多 确实物价水平是要比国内高很多 人力成本也是要高很多 钱跟国内也差不多 没有比甚至比国内可能要少 对钱其实跟我现在拿的工资也差不多 我背景是偏深信方面的 那就不要去挪威了就不要去了 但是挪威offer已经下了 我这件事已经下了就要去 9月份要不要考虑去 怎么说国内工作干的 其实税后也差不多有1万89 这样子 那你就别去 那我还是想读博主要是 想读可以读 读完之后回来就可以了 回来还是得回来是吗 我还是那句话 我有你们这些人 你必须要投简历投了100份简历 看看那些公司给你面试 给你offer多少钱 你才死心知道吗 你不到那个时候 你永远对你对东西是不死心的 你毕业之前 其实一年或者半年 你开始找工作了 我为这个工作 怎么就这几家公司给我面试 而是钱那么少 比我5年前在国内 3年前在国内 工资还低 税后更连吃饭都不够 你到那时候你就都懂了知道吗 明白明白 但是我有一个点 我这个价值观 其实不太认同 国内这种特别 怎么说 就是没有 我也明白这个是因为 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 所以的话肯定需要设计套制度 需要奖励那些 肯上进那些人去 但是我这个想法 我不能保证我自己的后代 他们呢 就是像我一样 就达到我这样的一个level 你后代让他到加拿大 到美国组本科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就是他即使出去了 他可能怎么说 也有可能家到中落的 我有可能生产大兵羊之类的 很多这种意外情况 我的想法就是如果一社会了 最起码我的一个小孩子 他未来可能会有个兜底的 我问你 就不只是家 你在挪威一个月赚4万块钱 一个月赚2万块钱 4万块钱税后2万 花了一半的钱交了税 这个税是给你给你自己小儿兜底 是给挪威小儿 现在挪威小儿兜底 那肯定是现在的 挪威的老年人病人 为什么医保能全报销 是拿是花他们自己的钱 是花你的你的税 肯定是税 挪威现在为什么流浪汉 没有工作的人 拿这么高的这个失业金 是他们自己的钱 是花你的税 对是花我的税 你是在给他们小儿兜底 是给他们的大病兜底 还是给你自己的小儿兜底 现在如果要去了 肯定是目前是给他们兜底 对就完事了 你自己如果这点钱留下来 给自己小儿兜足够够都可以用 是吧 没听懂 回去再思考思考 来这句话 人交人 我跟你讲一万个道理 你听不懂这个东西 你得在挪威就是 踏踏实实读完博士 当地工作两年三年 你开始骂街了 我这点钱怎么 怎么都他们交税了 我拿这点钱 这么高的物价 我孩子什么也没得到 让挪威的现实 高福利高税收国家 得撤你俩嘴巴子 你才知道知道吗 你现在如果是废物 你是个摊子 你没胳膊没腿 我现在支持你去挪威 吃福利去 你这个条件 你又是985毕业的 你又有专业知识 有背景知识 在国内还能赚钱 你去挪威去躺着去 给人家贡献税收去 你要是说我现在党哥 我活不了去了 我在国内一个月2000块钱 我实在活不去了 我孩子什么都不行 我就想去发达国家吃福利去 怎么无论说我也过去 我都支持你 党哥你知不知是有这种一个想法 如果我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拿当地的永居 我可以有一个退路或者是一个 你为了这个退路 要贡献5年8年的青春 要贡献你后半生的大量的消费 失去了你在中国的机会 你觉得合不合适 如果到那儿永居 应该是比较OK 为了这个永居 你到了你现在多大岁数现在 26 26 你读完博士30岁 然后30再工作几年 将近35岁 你中国所有的黄金红利都错过了 就为了这个永居 我应该贴脸就骂你这个东西 这个想法可能有点不太成熟 但是 我说过这个东西我支持你去 因为我现在说任何东西 你听不懂了现在 你已经不想听了 你就去挪威 你到了挪威你 踏踏实实交三年五年的税 租房 看看你一个礼拜舍得去 去这几次中餐馆 看一看 你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 什么样的房价 什么样的房租 什么样的工资 就让你给那些人兜底 给那些老年人 小孩 什么失业的 给他们兜底 用你的钱给他们兜底 三年五年 你给他们交完学费之后 你就都懂了 我现在说什么东西都没有用 我支持你去 立刻去 懂了吗 懂懂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不是有这么一个offer 想齐驴找马 我现在 除了升挪威这边的奥斯陆 瑞典他们的医学院也在申请 我导师是怎么说 我有两个导师 一个就是我的真正的名义上的导师 另外一个可能带我做实验比较多 他们两个意见有点不太一样 在关于英美系的PhD申请上 我导师他说是想让我去冲一冲 Cambridge 我恋了一个导师 他说英美太卷了 很难毕业 不推荐我去 不知道党哥你怎么想 反正的话我是不想很卷 国内这种生物读的就很卷 你读PhD的人也不想卷 你读PhD你想躺平 你别读了这东西 你在国内读最好 国内最容易躺平的 你在你们现在这个组子 怎么着都能毕业 不是我们锁真的很卷 我们是锁着早上八点半 干到晚上十二点 至少你能擦擦十时毕业对不对 我问你 你读PhD不卷是个好事吗 我问你 那肯定不是 你有点儿相臭 我想找一顿工作 我想什么 我想读书 你希望你的孩子读书的时候不卷吗 那肯定是 每天6点以后 千万不要写作业 不要看书 6点以后 在家躺着打游戏 为什么欧洲这些学校这些博士 他其实给他们机会不多 他们产出是不够的知道吗 是的他们这个科研上很躺平 我这点是很了解 他们这个文章我也看了 其实我深的那个组 他们这个文章发的不怎么地 其实还没我这个硕士发的 你去这个东西就毁了 你在那干几年PhD 你拿着点钱 天天也不知道干嘛 这么躺平 你这个就毁了 你60岁以后想怎么 你现在是26岁 30岁以前 最好的学习 最好的提升的机会 你他妈躺着 你有点出行吗 你 你要是进体制内躺着 也就算了 你还去读个PhD 躺着 明白明白 其实我这个硕士怎么说 跟这个博士的工作量差不多 我这个硕士做的工作 还是想出去 也没想留国内 是可以出去 出去我绝对支持 你人生的价值目标到底在哪里 我就觉得去欧洲这些人 大部分没有想明白 你看我房间里之前来一个哥们 清北的清北的教授 他跟他一起读书那些人 现在都在欧洲躺平 拿的钱非常少 他自己在清北做项目 一年能赚个大几千万 他同龄人这些人躺着 到底意义到底在干什么 谁允许你躺着 你要60岁以后 怎么躺着都行 60岁以后你天天下象棋 画画都写毛鱼字 我都支持你 你这20多岁你躺着干嘛 你怎么说 我感觉他们那个社会 其实党哥就是这个 我呆子这个城市 是一个差不多700多万人口 我的一个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浓威他500多万的人口 但是他能出这样 他能出这样的人才 但是我就想象不出 我这个城市能出这样的人才 我就是 你这个合事 不是因为过去几十年穷吗 哈兰德是因为他生的时候 他就挪威就这么发达 我就觉得这种社会可能会给予 给予一个人更多的这种自由 去选择自己想干的事情 他可能会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不所在 所以他能把自己的正反馈 迅速的建立 所以的话他能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所以挪威现在的年轻人 也正是因为你分析的非常对 正是因为挪威年轻人 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所以说挪威的年轻人都选择躺平 挪威能奋斗的人都不在挪威 都在美国我告诉你 是的 所以我现在跟党哥说 我希望我的小孩有这样的环境 但是在中国了 我很难能遇见到 或者是 你是在给别人小孩提供这个环境 能吗 你是在给别人的小孩 别人的老人提供这个环境 不是给你自己的小孩提供 如果我过去立马升了算不算 挪威的GDP这些年 你可以看跟10年前没有很大的提升 2017年的时候挪威人均GDP就10万美元 2024年还是10万美元 对 从汇率上来说 我GDP没太关注 就从汇率上来说 反正挪威就在贬值 把它磕了 因为他没有经济增长的动力了 挪威的黄金时代属于20世纪 属于21世纪前10年 现在没有黄金的动力了 就跟大连一样 大连天津这地方你肯定也瞧不起 人家2010年以前挺好的 2010年以后就不行了 对 国家没有什么太大的上升空间 什么就是这个意思 你还是要去这环境熏陶一下 浸润一下 就所有人都会跟你说 我周围能干活能做事的人 没有一个在挪威都在美国 来挪威的都是中国人都是印度人 确实这个外国人基本上 反正我那个师兄他是回来了 他是有一个座里边也不是我们 你要是比如说挪威的一些银行 或者国家主权基金帮忙管理这些什么 或者是一些大的国际民生的一些企业 或者是他的头部的企业的一些管理 我觉得都还可以 是读PhD找工作生物的 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这东西 对生物 如果真的想赚钱 就是说现在国内有好几个做靶向药的 你只要跟着他们早期的拿齐全 你在40岁以前你换个八九维数 可能不是那大的问题 你非要去挪威读博士 你可以读 读完之后都基本都回来 就我支持你读 但是你也知道他们回来 就是他们的所有人的选择 去挪威读博士的人 没有在国内没有一个是差的 都是985 都是什么至少强而要起步 清北的有很多 最后都回来了 留在那的人就是彻底不想干活 就躺平 明白了 如果把他作为一个小孩子的起点 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一个 小孩子的起点 在上海一个好的私立高中 比诺威要强 我告诉你 你不是吃福利的 你不是什么这个东西 你自己给他刷的条件就足够了 你指望一个社会什么环境 你明明可以有机会 把孩子像古埃林这么培养 你非得要放挪威普通的公立里面 去让他变成一个普通人 不吃饱了撑的吗 可能怎么说 就是有点惧怕小孩子 也不是惧怕 担心不能给小孩带来一些优势 这样他活得太累 我不希望我的小孩 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 不怕累就在 不怕太累 好我告诉你 他怎么最不累 我告诉你 咱们现在先把Milt一下也有卖虚 告诉你小孩怎么最不累 你踏踏实实在上海 撞够了1000万给小孩 小孩就不累了 懂了吗 你踏踏实实在上海 撞够1000万给小孩留着 小孩就不累了 就这么简单 行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其他的想问一下 这个党哥他是 你是真姓党吗 不是 那其他问题 大致若鱼可以开麦说 大致若鱼开麦吗 不开麦的话 我就先把你噎下去了 好 鲁卡可以说了 鲁卡 你好 立大 是这样的 我这个问题就稍微的 可能带未来一点 不是眼下的一些事情 我呢 是去年的时候 我把一家人 把这都带到南美这边 一个小国家来了 就是奥瓜多尔 来了以后有一些 针对于好多年以后的想法 我想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但是我不知道 是不是这些想法是不是对 这边肯定他的教育环境 相对来说 超前度肯定没有国内的快 可能倾向于这种 比如说感性化教育啊 这种就相对来说 他们你比如说都一年点放学 没听懂你说的是什么 听得到吗 Joy可以说了 Joy Joy如果不说了 他要搬钱去老爸 董哥 好 L-R-E-Z-N可以说了 董哥 我现在在北京的一个二二一读书 那目前比较紧急 我现在要搭理搭理分流 有一个就是比机器人工程 但这个分专业 你在什么你在分流是吗 我在分流对 分流是什么 大类招生进去还要再去分专业 分专业就完事还分流 你说吧 我们叫分专业 我现在可能最好那个 就有点悬 后面就有一个叫 机器人工程的一个新专业 最好的是 你说的最好的是什么专业 自控自动化控制 去吧 机器人也可以 差不了太多 我还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好像现在 机工就教了几届 前几届的机工是什么东西 就机器人工程 你就说机器人工程就完事了 你老说缩写谁听得懂 就你们学校自己人听得懂 好你就机器人工程 他说我们这学校前这几年都是 都是几乎都是考研或者深造 或出国 没有几个是在本科进来找工作 还有 你们这个大类就是这个样子 你为什么没有选计算机大类 没进去 分数不够 这原来就完事了 这个自动化或者是跟机械 或者跟电器电子相关的就是这德行 就是德行 比如说我后面考研复试 还有找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一些加分项 比如说在筛选的时候 说什么玩意 直接一句话说完 我说长远考虑 我大肆找工作 如果让企愿能录用我 让我更有竞争力 没有什么有 你是哪个学校 听一听 北京化工 企业肯定能录用你 但是钱就很少 哪怕不读研也会有企业要你 但是钱就少 好好好 这而且这个钱少 也不是你读完研究 考个研保个研 或者是什么 就能解决的问题 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种专业的就是 知道了 那我如果考研复试 比如说读研究生 后面复试的时候 就加分像 一句话说完 不要加那么多话 佐料已经有人听不下去了 行 我说复试的时候 复试分高点的 有什么途径 没有什么途径 没有什么途径 加油吧好吧 你选这专业就不行 这专业就是德行 没有选气酸机 没办法 当时为什么你选气酸机 大学当时觉得自动化一样是 也可以 那你怎么不觉得英语 英语也可以 怎么不觉得哲学也可以 好 谢谢 谢谢 还有人要叙售上麦吗 我看一看 好 俄罗斯语的你说 俄罗图蛙宝宝 如果你三秒钟之内不说的 就把你踢出去 老爸 我想思证 你好 能听见吗 直接说 不要试麦 直接说 好的是这样子的 我是本硕是某985 本科是电子信息工程 硕士目前是在搞个电子信息工程的专术 但是我跟着我导师做的主要是材料方向的 但是最后毕业证上是电子类 我想听一下你有什么建议 没有建议 太大试试看 社会上哪个好找工作的 学一学 学一学编程 近乎来往 因为我还是研一 所以时间还来得够 所以我想那是剩下时间是全力以赴的 做科技组的事情 还是专注的准备去求职 当然找工作 你们那个科技组有什么用这东西 做东西有用 那就是毕业就行了是吧 保证能毕业就行了 剩下时间给我去 你在哪个985 某个C9 就是哈勿大是吧 差不多 你就去你能去的北京的最好的公司 互联网公司实习去去 当开发去 去编程 好的我想再问一下 我这个的话我想问一下 目前国内这个情况是近这个 是近民企业比较好 还是近央国企业比较好的 这个互联网懂了吗 互联网 好的 近刺激效动 近拼多多 近华为 近什么央企 近什么国企央企 这不称的吗 华为的话是 如果华为它如果不做软件做硬件也可以吗 那也比国企央企赚的多 因为 近比亚迪都行 近什么国企央企 就问这话就该欠大嘴巴子 国企央企 至少在过去20年经验看起来好像比较稳定 看是因为稳定 所以他给你发的公司少 知道吗 对这我知道 所以这东西就是 你不得奔着钱去吗 这东西 你不得奔着钱去吗 是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说 你们专业毕业的大部分人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知道吗 你就跟着他们去哪里 那像是进中间的一些所 应该不考虑了 虽然那些有事业中间 不考虑 年年这个学校都坑一堆人进这些所 年年进去的人就后悔 你问问是近华为后悔 还是进这些所的人后悔 你问一问去 好的 我总之在知乎上看很多人都很后悔 很多人都在轴马 你就应该转马 不是 你不看看不看知乎 我就告诉你了 就应该转马 现在 你进这个所 进那个所10万20万 然后你们学校的本科生 你们学校的本科生 进胡雷王起薪40万 你这是得多 脑子抽多大的方 你不转马呀 你现在 那如果做FPGA或者做嵌入室 就这种的 他也不如转马吗 做FPGA哪个公司 就少数的几个大公司 还有一堆小公司 给多少钱 对对对对 都是透明的 别骗自己了 因为我毕竟才一年级 所以对这些都不太了解 一年级 你大学四年 你正是这么多人找工作毕业了 有点 他们去哪里哪个好哪个不好 没点香臭 没点好坏 没点分别吗 有的 虽然你这证实一下 不用找我证实 这个东西 我说的东西跟市场上都是说的都是一样的 找我证实有什么用 这东西 我觉得你说的也挺符合现实的 好的 谢谢 还有一个上麦的朋友们 还有一堆IGOLAB 现在人太多了 俄罗斯语的你说了 你好 说说说 刚才 这是我第一次用推特 这个就是连麦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本科的时候 那是我年龄很大 本科的时候是上的音乐学院 这个有历史渊源 因为我父母都是搞音乐的 他们也都是那种小农村里的 而且是少数民族的 已经脑子被洗坏了那种的 我也是曾经脑子被洗坏了 大学毕业了之后 因为是学音乐的 找不着工作之后 只能给人当三 就把就破锅破出来之后呢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了 跑了 跑出来之后 选的国家不太好 但是我想重新开始 我从心理学开始 正儿八经的开始 进大学里 University里学习 但是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心理学的不是理科的 我觉得那东西没有用 但是我又不能去换别的专业 所以我就 现在读到PhD 选了一个 换了 换了一个临床心理学 Clinical psychology 这方面 然后我的英语特别的差 因为从小那个成长环境不好 就等于这种奴村里的那个 小孩 英语特别的不好 我在俄语国家 我俄语也是零基础 但是我现在俄语已经达到B2水平了 但是我这边被制裁了 我现在考不了雅思 我现在就在考虑 我是不是有 可以去 去读一个英语语言学的硕士 哪怕没有那个文明都可以 不要 然后我在 你的环境 你读英语硕士 不会让你英语变好 无数人都告诉你一个道理 英语变好只有一条路用英语 去到一个 几十人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 天天用英语 不用其他语言 其他的的话 读什么书都没有用 你学心理学 在俄罗斯 如果你想回国可以回国工作 可以回国找机会 我现在现在是在想回去 但是我是从普通心理学 直接转到了 clinical psychology 临床心理学 很多东西我不懂 现在我导师 对我也不够积极 我也不能跟他说 我以前经历什么 我不能跟他开什么 不工作 心理学又不是一个好的机会 心理学 不是绝对不是 所以要不然我不会去转 临床心理学 你在俄罗斯学临床心理学 也不是好的机会 因为你回国之后 你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或者找你要这种工作机会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着我 我自我说服 我起点特别低 特别特别特别的低 我现在就想着 我在俄罗斯这边读 读完了之后 或者说是 我有了一定的 是硕士还是不是 成就之后 PHD是吗 对PHD 我有了一定成就之后 哪怕是三年 我现在玩命 学他个三年 发表一些东西 我看看我能不能再跳 跳到别的国家去 我现在在考虑这个问题 然后我在这地儿呆了 我觉得很痛苦了 临床心理学跳 其他国家也不好用 这个东西不好用 那该怎么办 心理学是个 这不读也不行 心理学是个要求的 这个市场需求太小了 太低了 市场需求在 那比如说我要读到PHDB 而且是我的这个课题 是跟neroscience 什么都是相关的交叉学科 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用 就是那个TBI 就是脑创伤 这个课题 那一回国特别 你找工作 回国现在北京上海 还有一些好的机会 你看一看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我差不多 读个两年三年等 发表一些东西了 我可以回国找机会 对 回国机会好一些 那就是说就是 因为我之前有一姐妹 她是在美国读营养学的 她家特别有钱那种的 她就去年跟我说 因为我去年特别迷茫 问过她 问了之后她说 让我走线 不要这个样子 她在害你 不要这样 我没敢 我害怕 因为我现在就是已经年龄大了 人的好坏 在家学过心理学 我不像以前那么傻了 所以前段日子她还给我翻脸了 就说我不知道好赖什么的 我要是走线过去 她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真的跟她翻脸 这种人不值得交往 我就想问一下 我当时是不清楚 如果是我走线从俄罗斯 走到土耳其从土耳其 再走线走到那个美国 随便哪个州 我有硕士文凭 而且有三个 你有 我想去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的一些博士 或者怎么样 你现在不就是PhD吗 你PhD拿到之后怎么再申请 如果是我PhD拿到了之后 我有可能 比如说我要求不高 就比如说我去一个小学 特别偏远的那种地方 比如说原住民区是吧 我告诉你 任何小学都有小学初中高中的老师 不要觉得你可以放低标准就可以找到 这些都是给美国人的 明白 那我就明白了 那我还是考虑以后像喜马泰这些国家 她她是回 回国是有什么难受的地方 就是说有什么受不了的地方 家里家庭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我家是农村的 我爸我妈从个定道小 那你别回家 就在北京上海找地方工作生活就可以了 但是我没有钱 你找个就有钱了 找工作就有钱 二十万三十万起薪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以后会越来越好了 那我太感情 现在对于你来说 最好的机会不就在北京上海深圳吗 对你说的对 我也在考虑 还有海南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海南 你就北京上海深圳不要瞎想了 什么海南没有你的机会 没有哈 因为俄罗斯现在有很多大学 因为缺钱 跟海南那边有搞了很多项目 像大学多 别想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跟你没有关系 OKOK那我明白了 那比如说我如果有朋友在中国 是做生意的人 生意的体量还不小 尤其是做一些那种 全品牌的一个免税 然后做 这可以去 你要跟他合伙 对对对 我在想这个我又在就是俄语地区 现在这边不是被那个section了 所有的这些品牌设置给你全都撤出去了 我在想有没有机会可能有这个空档 可以运作一下这个事情 让这些东西拐个弯 我去赚点钱去卖到俄罗斯 我在考虑这个 不要这个样子 因为在俄罗斯 从中国做俄罗斯贸易的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在走私 不不不不是走私 他说在俄罗斯这边国家要做生意 你必须底上有老板 就跟中国你要是想真正赚钱 这个不是你该碰的东西 这不是你该碰的东西 你现在就是需要靠智力 靠脑力 靠一些你的能力去做一些东西 不要不要做这种生意 行行行 那个大哥 我在想最后再问一个 我现在是读临床心理学的博 这是纯理科的东西 我现在特别害怕 因为我自己现在在自学统计学 但是我刚才一直在听 你说那个computer science 跟那个数学不是一回事 也就是说我不必有太大的心理压力 是吧 但是我必须要掌握一些数学 最基本的一些东西 我需要去学 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指一个方向的 就比如说我应该学到什么程度之类的 你要是当程序员吗 你是怎么样 不是 但是这些东西 我也想逼着自己学一下 我觉得就把 没有任何依靠的 把维基分和现应代数学了就可以 维基分现应代数 概率和统计学了 这三文课学了就可以了 概率就是统计学 维基分和现应代数是吧 对 你自己往上找一门课学了就可以了 这三门课都很简单 因为在中国每个大一的学生都要学 好嘞好嘞好嘞 那非常感谢您 短哥那我没别的事了 不耐用您时间了 好的好的 好嘞再见 Dreamwork可以说了 短哥你好 我就是接着刚才那个想去挪威的那个哥们继续说的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想出去 他就是单纯的想出去 不就是对那个民主和自由比较向往 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你在国外你生了病 你可以享受最顶级的医疗 比如说在美国 那比如说你得了一个癌症 你在美国得花一百万去治疗 但是你只要每年交六千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想出去就是单纯的想出去而已 我就说人出去不是目的 就是你规划好自己的生活是目的 你说你三四十岁的人 千天想着医保这东西 我为了有一个癌症 我可能哎呀三十岁 我有没有可能得癌症 千分之一的概率 我收入减少三分之二 这不就是纯粹大妈吃饱撑的吗 这东西 那这只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这个例子不成立这个东西 你钱没了 最忠诚的跟着你的不就是钱吗 这东西 是机会 是机遇 是人生的成长 这个都不要 为了要去这个国家 这个没有意义 我从来只选一种人来美国 我当成员来美国工作经历都可以平移过来 你在国内干我什么样的工作 在美国可以继续干 除此之外你说什么现在国内的好的机会 什么之类的 普通人在国内好机会这么多 你不来 你非得到美国到挪威这种地方来 没有必要 懂吗 董哥您好 我刚才没听清您说是成员好一点 还是我学UNITY好一点 哪个发展更好一点 你能学哪个学哪个行吗 你能学哪个学哪个好吧 我两个都 肯定成员好 这用说吗 那提示你不是当不了成员吗 您的意思是还是成员更好一点 当然成员更好 布铃可以说了 布铃 布铃可以开麦说了 这个布铃 布铃三秒钟 这不开麦 就把琴下去了 董哥您好 我和之前一个人挺像的 他也是中科院的 我现在是在中科院读博一 我的专业是光学 光学方面的 平时可能做一些镜头 或者说一些航空相机什么的 我现在在的这个研究所 我平时会和老师做一些 项目相当于给老师干活 他会给你发一些钱 之后还有就是一部分相当于是我自己的论文 也需要老师帮我看一下 之后我身边的师兄师姐们 他们毕业去哪都有 根据城市还有公司的不一样 大概工资比如博士毕业 可能能30到50左右都不等 之后我想问一下您对我这个方向 或者说对我未来有没有什么建议 因为我可能我自己的经历 我是一个普通一本上来的 研究硕博联赌 说我自己家就是一个普通小县城的 没有相关的什么国外的 或者说这些打算什么的 不说国外的 光学这东西你觉得有市场价值吗 你们师兄世界有继续干光学的吗 除了进什么院所几院几所的 有继续干光学的吗 他们有继续做镜头的 可能去华为研发手机镜头 或者是一些相机什么的 还有显微镜 那你也去华为做镜头去 就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其他的可能搞科研的站一部分 之后去南方 比如深圳那边有一些 是叫新开来的 光刻机方面的公司 还有光学设计方面的岗位 可以去 这个都可以去 但是我告诉你 就还是不如互联网 好 你可以去华为 可能以后有一些无人驾驶 或者是就是电动车 他有一些 他需要有一些无人驾驶 或者他一些供应商业 可以去 都可以去 但是呢 觉得为了这个目标 在中间读个博士 这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去了那个地方 工作也不难 那个东西 就像我现在有个师弟 他就是保研过来的 本科是武汉大学的 他的想法就是 我硕士就毕业 他觉得没有必要在中科院 继续读博士 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想毕业 直接去华为 你在华为设计镜头的这个活 本科生也可以干 还是能力 针对一些 像我们那种专业 是不是能力还是要大于学历 你这个专业 就没有什么含金量 说实话 因为光学这个东西 并不是一个需求多大 都市场化的一个东西 你去问问他们干的什么活 光刻机他们或许做光刻机 也不是做什么光源 也不是做核心的那些东西 他们可能也不需要 可能我有一些跟你导师做的博士相关的这些东西 可能也并不是很相关的 就像我们平时做一些 比如说有一些荧光显微镜 显微镜的一些研发设计 还有航空上天的一些望远镜 还有手机镜头这些 还有大概是显微镜 比如海康卫视的 还有大疆的一些摄像头 你去跟那些视频师也聊一聊 你问问他们 你博士你觉得干你是不是工作 读PhD读博士有没有必要 他们说我这个博士做的东西太有用了 他们正是以为我博士做了这方面录取的我 给了我工作机会 我觉得可以去读 如果他们说我这工作的这东西 本科商业可以干 那你也别读了这东西 说实话挺浪费时间的 这个领域 好 因为它不是一个很大的领域 确实相比于计算机 他们的领域确实是比较小的一个领域 而且你自己给自己带了一起物照 就是我本科也这专业的 你给自己 我就 我可能18岁 你18岁随机选一个专业 这个光学一定要跟着自己一辈子 没有必要这个东西 就很多人在中间的某个阶段 我不读光学的行为 我不读硕士 我不读不读 我直接当程序员可不可以 可以 对这个本科 比如说本科我有一些同学 他可能考硕士的时候 他会选择跨考 比如可能考计算机了 对因为 但是我身边的硕士大部分还都是在这个领域 或者说要么就比如可能回家考工 考编了 因为他没有你退出的机制了 你都读完硕士了怎么办 好行 谢谢邓哥 向日葵说吧 邓哥你好 我跟前面的一些人的问题可能不太一样 我就是你口中说的那个幸运儿 我15年大学毕业 学的计算机 算是抓住了互联网的一些尾巴 所以现在收入还马马虎虎 一年大概有70万 我现在30多岁了 感觉是工作上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向上空间 我其他方向也挣不到太多的钱 人生就比较迷茫 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做什么事都没兴趣 不是 你如果能挣了这么多钱就可以了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继续干 再挣更多的钱 找个合适的时机 退休就可以了 说实话 我现在没有多少存款 那就是继续工作 继续找机会 在这行业里面找新的机会 创业也可以 或者怎么样 但是现在工作的就是特别的苦 现在刚毕业的那几年 因为怎么说 可能有正反馈比较浓烈 所以那个时候会经常自己主动的义务加班 去学习新东西 但是工作了这么久 很疲惫了 就一点进度都没有了 每天基本上都是摸鱼的状态 你现在兴趣在哪里 就是没有兴趣 就想跨行 想挣更多的钱 发现你想跨哪个行业 之前一直在投资股票 炒基金什么的 你收益率回报怎么样 前几年还小挣了点 去年又全亏回去了 那这个工作不适合你 做无论是高频交易 还是普通的基金投资 都是非常专业的人 不是你来干的这活 知道吗 如果是任何人都可以 这个知道的 保护做的非常股票的投资 那就没有华尔街 没有这些大的基金 没有大家投行了 抛开挣钱来说 怎么找到人生的乐趣 人生的乐趣 你自己想做什么 做AI感兴趣吗 AI现在startup 很多人都在招人 去那种资深的这些 给他们开发 你想去吗 我就是自己去 像CHEDGPT去年 刚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就是第一时间去 中国现在有100个startup 你去哪个都可以 AI的startup 挑战一下自己 OK 那除了这些 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没有其他特别好的建议 这个是可能最有意思的建议 你要是说实话 没有一个人是以兴趣为主导的工作的 一个人干到60岁50岁 一定都是烦死了的工作 这个没有办法 你不就是要跟人生忍着吗 你现在说是 我为了兴趣 我可以不干这个 咱们直播间 大部分人的状态是 我想干几顿机 哪怕没有兴趣 我往饭吃 吃户奈劳我都愿意去 你看很多人到加拿大 他都每天让我拥木头 当电工我要去加拿大 我要怎么样 这些人 他生活的远远不容易 没有 其实早几年的时候 我跟直播间里面的很多人的想法一样 对国外是有滤镜的 特别想去国外 但是工作几年以后 其实我就特别认可 反哥说的话 其实在哪个国家都是一样 贫穷都是被设计好的 而且你这个时候 在哪个国家来说都不算穷 在中国购买力尤其高 你到了加拿大肯定没有现在的阶层 对后来就查了香港很多以后 就发现全是骗局 没啥意思 你有其他想法吗 除了聊工作 能聊聊其他的吗 什么都可以聊 比如说你有没有我现在这种状态 就像比如说你想要的东西 比如像豪宅那些可能一时间买不起 但是其他普通的日常的一些所谓的 不管是豪宅你想买就买得起 豪宅想买就买得起 中国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豪宅很便宜 哪个城市 现在大概在哪个城市 在上海 你总想买12豪宅那不行 就像在万局的人不能从 我总想趴老头买最贵的那个地方 肯定不行 对我现在的情况怎么说 普通人大部分见过的那些能玩得起的东西 我应该都玩过 而且发现都没什么太大的兴趣 你要想住豪宅江苏什么 江苏南通恒大齐东维尼斯 有很多豪宅100万就可以买下来 我现在想问的问题不是这个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你个人有没有我这种现在的这样的一种 没有 我每天斗志昂昂的 我现在工作就是我正好兴趣的东西 我现在比较开心 我可能比较幸运 因为我是在为自己工作 我是在为 也是在为我的股东们工作 但是主要是为我自己工作 我现在每天coding的工作都很开心 我不是那种为了公司业务怎么样 我没有那个状态 我现在就特别羡慕你这种状态 你这样的事情你是怎么找到的 所以我跟你说 你对AI感兴趣 现在中国有很多公司在融资 做AI的公司 在融资 在招人 在招合伙人 他们不是招普通人 是招合伙人 招CTO 招这种就是能干活人 你如果有几个不错的人 你可以去看一看 给你百分之几的股份 然后跟他们干两年干三年 做自己喜欢的开心的事情 这是很容易的东西 就去gethub 在哪看呢 这个东西不在 gethub也可以看 然后在中国有大量大量的 创业融资的论坛 创业的融资的会议 论坛 路演很多很多 我告诉你 现在中国不是说 如果我问下您大概在哪个公司工作 几年经验 大概哪个当次的公司 我其实在一些互联网待过 现在跑到新能源车企里面 大概几年的经验 15年到现在 差不多快9年时间 就很多公司是招合伙人的 你要是觉得哪公司好玩感兴趣 就加入他们就可以了 做的东西都很酷 你如果不太在乎钱 他就给你股份 你愿意给他们拼一命 他们招合伙人是真的 就是除拿股份就是招你 你要想去就去 就去找这么一个机会 看看自己有没有其他兴趣 AI这块现在需要的主要的能力是什么 其实除了调大模型 除了prompt engineering之外 就主要的还是前段后端 什么产品什么之类 就这些业务能力 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 很多现在中国就是做AI agent 或者比如说moonbit 不不不 那叫什么 叫月之岸面 那个叫什么来着 我忘了不是moonbit 那现在我其实理解 他们都是基于国外 或者国内的一些开源模型 去做上层的应用了 不是不是国内现在有做模型的 月之岸面现在容 容了10亿美金 这种公司都很好 自己做 做底层模型的 我应该不行 没啥底层模型的人 也需要 也需要full stack 也需要前段也需要后段 也需要各种各样的 给他们忽视 他不是各种模型 谁用他 他也有各种产品 okok 那我去看一看 还是那句话 我跟你说没有用 我跟你跟你讲一天没有用 居度眼日 国内的好的创业融资论坛 36克看哪公司融资了 去跟他们聊一聊 上海的 我其实我经验比较多 你看看这个 跟你们合伙 或者我加入你们 给我一个早期的什么员工 多给我点股份 我给 我对你们也挺感兴趣的 开开心 做点东西都可以 模型吗 之前 之前做过大模型吗 我其实没有直接做过大模型 但是公司里面 比如像车企里面 他们会经常的去 控制舆情的监控分析 我们是用大模型去做过 这样的一个项目 你跟他们聊这个东西 你要不感兴趣 就看看新的创业公司 有什么好的机会 就这种具体的论坛 有具体的名字吗 推荐几个 36克 什么IT橘子 什么这种各种新闻 铺天盖地的 融资的新闻都有 国内一天恨不得一天 就这种东西 你过去几年一定天天能看到 只不过你熟视无视 不看这个东西 是的 这种新闻经常看 但是没想过去联系他们 就直接比如说哪公司 或者有朋友在 就直接找你们聊一聊 你们那谁叫过来跟我聊聊天 我要加入你们 这不就完事了吗 叫MornShot AI 上海有这种公司 有很多 换一换环境 一般能兼职搞 绝对不能兼职 你要辞掉 你还是那句话 你还是不舍得钱的 对啊 我跟你说的 我不算付出 你要不为了钱工作 要不为了兴趣工作 在你现在这状态不能说 我又想坚持 我又想着不现实 这个东西 那我问一下 比如说在上海有多少钱 就可以为兴趣去工作 我觉得在上海 除了房子之外 再有500万到1000万 就非常足够了 那我还差得远 那你先工作这个东西 不是所有人都能为兴趣工作的 为兴趣工作的人 是非常非常兴趣的 极少了少数少数的人 哪怕那些为了兴趣 我兴趣就学院乐 他们也几乎不能 康月去吃饭的人 非常非常极少数的一批人 人靠兴趣去赚大钱的人 是极少数的一批人 那党哥怎么看币圈的长期投资呢 币圈没有长期投资 币圈我认为没有什么长期投资 币圈每一次 每一次那个比特币减半的时候 不都会有一波行情吗 但是现在不也就6万块钱吗 现在 但是今年4月份不是又是第几次减半吗 他涨上去了吗 他也没涨上去 不是还是6万块钱吗 你如果今年4月份减半 你应该现在price in了 现在应该all in了 我只是在国内入金出金 好像不太方便 不是国内入金出金不方便 就比特币本身 咱不说国内的 就是说比特币本身 你如果觉得他减半他要涨上去了 他现在不应该都涨上去了 但现在也就6万块钱 好的 行吧 还有其他问题吗 谢谢没啥问题了 D O C C可以说了 党哥 我问一下我呢 我打算今年要是再考一下中龙 可以不 可以考 我告诉你可以考 我跟你说了 无数遍了 你可以考的是农业的这么一个硕士 在我看来是浪费人生的时间 考上也是浪费时间 对我想 对就考上了在 在不是有两年读书吗 读两年书的时候再去学习上去 你考上之后再怎么学习呢 自己考虑吧 自己规划吧 你不用来问我 我不是你的这个托尔索老师 你可以自己规划好吧 我感觉你比较懂 你托我吗 党哥你好 说你不说了是吗 皮卡 皮卡布 如果不说就先把请进去了 这个 这个CEU可可以说了 CEU可 喂党哥又是我 我刚才也听了很长一段时间 党哥这种 以这个兴趣 我觉得是 大部分中国人99% 就很难达到这种状态 不知道党哥 就是这个观点 全世界都是这个样子 全世界都是99%的人 不可能靠兴趣工作 对所以我之前跟你说的一个点 我说的躺平不是那种 混吃等死 明白我意思吗 我的意思 你有一个安全网吧 或者说是 你说你就要尝试些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说是立马就 就掉到这个底骨 这是我的意思 不是 在美国在欧洲 也几乎没有人 能靠兴趣去工作去生活 怎么说 就是我说这种躺平 你可以就是 尝试不同兴趣 找到你自己这个天赋 尝试兴趣是你18岁以前 该干的活 18岁以后 没有给 成年人没有这么多试错的机会 我认为在中国 小孩子在18岁以前 也不是很 大部分小孩子 有这个试错的机会的 你认为呢 18岁以前 你想试错 就可以试错 只不过试错的代价比较高 就是你考不上好大学了 就是这么一代价 18岁以前的这个 就是想法 实际上是要得到你父母的支持的 18岁以前 想得到父母 这是很简单 只要你在东部发达城市 说实话 就是东部沿海这几个大城市 城市化的 90后 00后都有这个机会 对 这点我承认 我同龄的 这些人里面 现在有练杂技的 有唱京剧的 有什么的都有 都是兴趣出发的 只不过不赚钱 在中国有很多这种机会 对 他不赚钱 就等于说是 家里肯定是有一定这个经济实力 才能说让他去 问题是欧洲美国也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赚钱 好莱坞那些人能赚钱的有几个人 万分之一 对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在这个小孩 在这个挪威这个社会长大 那他们就意味着 他可以就是找一份不赚钱的工作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你挪威这个地方不赚钱的工作 也会很难受 而且在中国 你也可以找一份不赚钱的工作 喜欢唱歌 给乐室打杂 一个月七八千给人调音什么的 也可以干 这点不太认同 我之前看过有一个挪威 他们自己业余的那种组的乐队 他们去以兴趣为导向去工作 他们就依靠政府每年给他们拨的钱 去支持他们小团体 支持他们这个乐队 他们这个乐队做的不怎么地 但是他们也能活下去 靠政府的钱 政府的钱从哪来 我问你 是政府自己验的钱 还是从你交到税里的钱 纳税人的钱 这不就完事了吗 但是我就是希望有这种社会 是可以是 这个社会在哪个国家都不存在 在好莱坞没有钱 就是为什么好莱坞有这么多 这个人当服务员 全是演员 政府美国政府可不给好莱坞这些人钱 你当不上这个什么 汤姆克罗斯 你就要去好莱坞端盘子 没有人给你钱懂吗 是是是是是这个样子 挪威也不可能每个人 挪威也不可能每个人想组队的人 都会拿到政府的钱 你这是在看哪个读者 故事会议林的谣言这个东西 浓威喜欢艺术的小孩 也不下一万两万人 最后没有人靠音乐 靠自己组队音乐队拿到钱 没几乎没有 就这么几个让你找着了 对他们自己本地人发的视频 我在YouTube上看的 不是去找 本地人有一万个那些喜欢音乐 他没办法去搞音乐的人 你都看不见知道吗 我现在到现在打个抖音 中国有一百个交警给老奶奶困难 交警把老奶奶卖的这个桃都买下来了 让老奶奶早点回家 这是代表中国所有的就交警都这样吗 对对我也不是100%去believe这件事情 就是我的意思 还是得就像党哥之前跟我说的 去挪威去看一看去体验体验 我都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种个例 不存在的一个国家政府 支持你们兴趣 这让你们瞎搞 纯胡闹这个东西 政府给钱支持你们这帮人 为了兴趣去瞎搞这干嘛呢这是 哪个国家政府愿意无限制的支持 这种狗屁的东西 你孩子也没有这个机会 你不要以为你孩子怎么样 你孩子没有这个机会懂吗 明白我的意思是 他这个试作成本会稍微低一点 没有试作成本 好莱坞那些演员有试作成本吗 不谈这端盘子吗 好莱坞那些演员 撑的吗 你这都不想跟你聊了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我觉得还是知道的 明白你就是党哥的这个意思 卢卡可以说 你好我就问一个问题 关于五岁的孩子的教育问题 想听一下你的一些参考意见 五岁孩子好好让他上小学就可以了 等着上小学 有什么五岁孩子有什么教育问题 五岁孩子我推荐他学量子量子量子力学 就是什么 一些人格的方面可能有哪些注意 可能是中国的父母没有注意到的 没有就是诚恳给他一些兴趣 顺着毛去哄他就可以了 五岁的小孩哪有什么教育的问题 应该到多少到多大年纪 可能会相对会开始注意一下 任何时候都要注意 对这个细节细节我了解 我随时都在观察 但是可能这个问题就是问他我有点虚 就五岁的小孩 顺其自然胜了就可以了 让他诚实让他别惹事 有正确的正反会教育就可以了 这个五岁小孩哪有什么教育的东西 OK OK 行行 那就这样谢谢 好 这个依菲大哥可以说了 好了党哥 我就问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是科班的硕士 今年秋招 一个是迷你一个选择 一个是互联网大厂 还一个就是我自己比较认为 发展还是比较猛的中厂 我个人觉得中厂的 是不是机会更多 你就说哪个中厂 直接说 小红书 去小红书 小红书现在心经流非常好 去小红书 去小红书 好的 这我也比较偏偏小红书 好吧 第二个问题就是党哥 我是做前段开发 又是科班前段开发 那以身边你来讲 比如说七个 你大厂是哪个 我先问一下大厂是哪个 大厂美团 去小红书 我其实很认可 小红书去年前天有点 有点时间钱烧的知道吗 大家别人都不投 他的战头居然还在投项目 我觉得这公司现金流 可能是相当不错 可能荣万斯或者是准备IPO怎么样 去小红书就是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还有可能赶上最后一波IPO 好的明白明白 谢谢党哥 党哥就是我是干的前段开发 我是科班前段开发 我是作为可能很少是很少 直接科班干前端的 可能我会面临一些压力 他们都说什么前端 天花板不高 但是我个人喜欢前端 不要听他们的狗屁 Figma也是前端 Figma也是前端 Unity Web也是前端 前端天花板是很高的 看一看你自己怎么规划自己 我经常听别人说 他说前端接受不到业务 他说的是背后一套 比如说一套数据库消息 或者是一套什么怎么样 Caching什么什么 Profiling 一大堆东西拼在一起 你接触不到那个东西 但是其实没有问题 因为前端有自己的业务 他们掐不起前端是因为 前端确实有很多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 前端确实有相当一批人 确实胡后台胡什么之类的 客户端这种人很多 但是你不要管他们怎么说 这个没有意义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 没有关注我的我就不拉你上来 老爸 好这个皮卡布可以说了 皮卡布如果不开麦 我就三秒钟说 我把你请下去了 好吧 Leave me可以说了 好Leave me 没有关注我 我先把他也去了 Y可以说了 Y 那个党哥你好 我今年就是15岁 我是今年很中考 但是我从去年10月份开始 就不上学了 我在学校待不住 我就一直在家里边 为什么不上 我在家里边我现在 是我在学校怎么说 我家庭 我爸我妈就是比较极端 对我 之前我有一次就是跳楼了 从小到大就一直逼我比较 逼得紧 必须得考年第一这种 从去年10月份开始就去 就是我去学校了 身上就发抖 生理反应 去年10月不去 一直到现在 在家里我也不知道该干什么 我妈她们现在说的意思就是以后 等我今年中考完之后 让我去上一个国内的这种五年制 上完之后可能就是出去读一年 回来是研究生或者硕士 以后她说我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但是我现在 因为我有一个亲姐姐 她现在就是这样 但是我感觉就是我不想 跟她走这种一样的路 你现在学校成绩怎么样了 在学校成绩 我在我们当地差不多就是能 学校丑的 可能就年纪前十几 学校市里面可能就前百 她是先把中考考完 高中可以去好一点的高中去怎么样 离家远一点的高中 行 那就是说我以后先把这个学上完是吧 一定要好好考中考 只要大学考出你们的这个省 去北京上海深圳 你就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可以跟他们断绝关系都没有问题 行好 谢谢大哥 到北京 你是你打算学文科学理科 你学义不错学理科 学理 如果你能去好的大学 学计算机 那么你实习的钱都够你自己吃饭住了 你就可以短暂的实现经济独立 毕业之后直接掌握做都可以 前提前提是你要中考要好好考 考完这个中考 高中离家远一些 行好 谢谢大哥 还有谁要上麦吗 我看看 一飞大哥说了吗 大哥不好意思 说了我小时候说的 好 屁什么 屁说 可以听到了 说吧 不好意思 英国一年硕 硬差阳错上了毕业生项目 但是 本科的管理类 但是我还是想专码 请问推荐在英国专码吗 你再读一个硕士成本会比较高 这个成本你愿意接受吗 想那做那种一边上班一边就是自己学这样子 首先就是说上班的人没有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在学编程了 其次呢 我不知道你在你本科是哪里的 我本科是本科是民办 那你本科是什么专业的 我本科是跟轨道交通有关的 可以学专码还是立档零基础转码笔记先把Python学了 做十一道题 十一道题都做出来 我可以自己转码 在读书在什么都可以 十一道题做不出来就先不考虑了 对我是看过了我有Python和C云的基础 但是我有点没有头绪该学一些什么 那十一道题做了吗 那十一道题 转码笔记那十一道题做了吗 没有没有那个没有做 你先看数据结构 先看算法数据结构 把那十一看完之后把那十一道题做了 做完之后找一个前端 按照我的零基础转码笔记 前端或者后端选一个技术站 学完之后就直接学就可以了 我想做软件方面的 请问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推进吗 或者前端和后端 推荐Coursera那种课程吗 你看我的基础转码笔记去 好的 都在上面写着了 可以看Coursera 但是非常浅 学完Coursera 不一定能让你去找到工作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虽然它上面就是有什么谷歌认识 你在英国哪个学校 我在英国也是拍名三百开外的 对 如果我知道 我就可能就是了现在 我属于是阴差阳错拿了一个工签 做那种管培生 现在 就好好干嘛 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要转码的 没有必要 可以学一学编程 每个人都应该学一学编程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当程序员的 可以做这种相亲学爱好什么 就是平时看一看 可以给自己多一个工具 多一个方法都可以 但不要拿这个 不一定都当工作 因为很多人 如果你在中国我支持你 怎么样学都可以 因为中国小的外包 小的什么小的企业小的软件 什么小的制造业 有一些开发 都可以去干 在英国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我明白 对 英国的程序员工资 其实和我差不太多 对 就没有必要当程序员了 其实没有必要 这个可干可不干 当然我支持你学编程 学一些数据分析 学一些Data 如果你现在就是说不想干程序员 学一些Data Science也可以 好 跑一跑这个数据 跑一跑表格 这个都可以 写MySQL 写一写SQL 然后 跑点数据 然后跑一个Regression 有个什么报表分析一下 这个都挺好 这个不一定要当程序员 好的我明白 对以后管培生之类的成长 更有发展一点 对 如果有机会在英国读个在线的 Data Science的一个专业也可以 数据科学 这种请问有推荐吗 去你在英国能去的最好的学校 或者远程的读 美国一个最好的学校都可以读 只要他有那种认真的证书就可以了 只要是一个硕士学位就可以 硕士Data Science 在英国有很多 在美国有很多在线的 可能就一年或者几个月 就修几门课 就给你一个硕士学位 这个都可以 对 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我的背景 确实很难过这个面试观这一关 对 你就不要想程序员这个事 你可以不当程序员 没有问题 但好好读Data Science 对你可能 你这份工作来说有一些帮助 如果你已经找到工作了 想更提高 或者学一学Data Science的课程 学一学R 学一学Python Pandas 学一学Regression Socket Learn 学一学各种框架 学一学怎么分析数据 咱们读一个表格 咱们从数据锅里读数据 咱们从一个Excel表格里读数据 咱们从Google Spreadsheet里面读数据 咱们从哪里读数据都可以 就是并不意味着你要当程序员 这份工作 好的我明白了 谢谢董哥 SS可以说了 SS 好SS不说话是吧 那ZXY可以说了 我忘了 我来说 SS说了 我是做爱帽的 我大学学的是英语 垃圾本科 但是我英语学特别好 我是从2016年开始自学变成的 相当于我已经学了很多年 但是主要是兴趣爱好 所以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可以让我的收益比较 收益最大化 就出去做还是继续做外贸 我觉得做外贸比变 你如果自己做生意 一定比给人和公司打工要强 对 这也是我可以考虑往一个发展方案 因为外贸也做了很多年了 对 我就继续做 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 你英语要真好 等你做不了外贸的时候 就做一做外贸也可以 是不是编程还是应该坚持继续学一下 到时候可以 比如说 其实我是打工的 可以打工转老板 再尝试跟技术什么融合一下之类的 没有什么可融合的 能融合的 已经都让人干了一遍了 你要能做外贸 还是先做外贸 做外贸 赚了足够多的钱退休就可以了 编程不是一个 不一定当做爱好 当你真正以这个作为工作的时候 可能他就不是爱好了 那我还是应该继续坚持的 这个编程的 可以去学 了解技术都可以 好的 谢谢 这个ZXY可以说 你好 第一段老师可以听到吗 说吧 我是之前也是私信过您 我有一个JHU的 Cyber Security的水硕的一个offer 然后这是目前我能去的最好的一个 不知道以后 我问一下你看有没有看过这个Degree Plan 就是有没有Research相关的这个学分 应该是没有 是Thesis还是Non-Thesis Non-Thesis Non-Thesis 最后就是组队吧 三个人做一个Project之类的 我就跟你说了 这个去也难受不去也难受 与其你就是这个 你这个钱 你觉得这个钱 对你来说是负担 对你家庭来说 算是吧 是负担 那就别读了 但我就是想 你要试试 能不能存走科研这条路 不行 那Cyber Security 这方面哪有什么科研 这领域都死了 就暑假我联系导师 然后去帮他实习什么的 然后他自己也不行 这领域科研不值得 你要做科研 要做有价值的科研 你不能说是什么狗屎 你都去做 这个Security 有一个什么破论文件要发 这个什么都要发 没有意义这东西懂吗 但是这样做有机会 可以读下来一个PHD 就这个方向不读PHD 读PHD我都觉得浪费时间知道吗 你现在进华为能拿40万50万的起薪 进比亚迪 进自卫跳动 进P多多 进小红书端拿这么多钱 你读这个专业有什么用呢 但是PHD他也是可以转的 你对PHD有什么想法吗 我认为PHD不是比Master更高 不是比什么本科硕士更高 PHD就是一份选择 我想做research 我做了一份工作 我PHD学位是对于这份工作的回报 就这么简单 其实我想做AI security或者是 具体怎么做AI security 但是其实我现在不是很懂 generative attack是吗 对 这个领域都死了多少时间了 反正我想做现在 这个都是18年19年流行的东西 2024年怎么行 而且这个东西不创造价值 知道吗 你感觉我认为我做的挺好 这东西其实不创造价值 而且John Hopkins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导师 知道吗 对John Hopkins确实是没有的 做security的都是 现在学术界做security的大部分 90%都是做老的那些 没有做什么AI security的很少 做AI security的我告诉你 你也要去找Dawn Song去UC Berkeley 找Dawn Song这个级别的人去做 我都给你指明录了 要么去UC Berkeley去Dawn Song的实验室去做 要不然你就别做了 没有意义 John Hopkins这些做security的 都做什么东西都看了一遍了吧 估计 我不读了 我也完了 其实 不读了找工作去 好吧 这不理解 你本科哪里的 本科算是国内前10名 你不做security可不可以 我问你不做security 就做开发可不可以 可以 你本科我看了哪个结果 你选了security的方向 为什么就一辈子要做这个 要读到PhD 马云是不是他他本科学的英语 他就一辈子当英语老师 当什么语言外的老师是吗 他都这么干的 马云就也别出来干阿里巴巴的 就当老师就得了 开发我也找不了 怎么找不了 是你有身体问题 是神经衰弱 睡不着觉 是什么原因 开发比较难找 我好好找 难找不也比security 这个industry要好找吗 我还是那句话 我跟你说 我就劝不了你 你要想读的话就去读 我劝不了你这东西 你就可以去读 我认可读这东西 行吗 好吧好吧 我不打算你去读这个东西 只不过你很多东西 你读完之后 你才理解这个东西 王文正宗 读了一个master 看自己有没有这机会 你要是 我还是你要花钱读master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PhD的机会 你这对自己 你有点太 太倒贴了 这东西知道吗 太倒贴了 没有必要 那我不读的话 一点机会都没有 你不读 你现在gap一年 自己在家里做点开业项目 明年再申请 申请美国PhD 然后申请到100名以后的PhD 也可以申请得到 你读了John Hopkins的master 你也不一定在John Hopkins 找到读到PhD 你也可能再去一个差一点 就要读PhD 懂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了 谢谢 说不了你这个说了半天 Blockchain security 你也可以看 我再跟这个X ZXY说吧 你说吧 你就security name 我现在不好意思说吧 说吧 XZXY ZXC 你说吧 你现在对哪里感兴趣 对ZKProof感兴趣吗 现在 我现在最感兴趣的 就是区块链吧 区块链ZKProof感兴趣吗 Zero knowledge proof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对区块链感兴趣 但是你对这么一个巨大的话题 不感兴趣 不知道是什么 你到底对AS security感兴趣 还是对Blockchain感兴趣 就是我可能对Blockchain更感兴趣一些 对Blockchain更感兴趣 你准备做什么 就是做区块链合约的审核 就是audit smart contract audit 还是做什么ZKProof 还是做哪个领域 Blockchain的security有很多领域 你现在要聊 我都给你找到人 现在不知道 能活下来的领域都可以 你要活下来 你在国内在哪都能活 你在你在你家门口卖个开个面馆 赚的都比在美国做security赚的多 你在你在你们家门口卖板面 都能一年一年能赚一百多万 可能就是以前选了这个就觉得这个有意思 选了这个有意思 那马云就一直觉得英语有意思 他也一直教英语最有意思 他也别出来了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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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这个我跟你说 该说的话都说的差不多了 好吧 好这个Safe好你好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是吗 你可以说了 这个挡个销销器 刚才我这个确实可能这个价值观 或者是阅历还没到这个挡个这个层次 我们之间可能不一样的地方 我可以现在聊一些更practical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不是做这个挪威的就是PhD 它是更偏向于那种跑流程 跑这个深信的这些流程去野外去采一些东西 去做生态相关的 我现在之前在国内也了解过相关的这些 关于量子计算的一些问题 不知道这个挡个就是在我之后这些选择 我现在这个offer是不一定是我一定要去的 所以这方面的有什么建议没有 哪方面的计算 量子计算这方面 量子计算 你在国内做过量子计算吗以前 我没做过 我们国内都是一般都是跑这个流程去出图之类的 去根据这个问题去出图 根据什么问题出图 根据这个生物学的问题 你跟量子计算有什么关系这东西 有些这个在序列设计的时候 我了解过量子计算 可以就是立马就是把一个结果 在极短的时间跑出来 如果你这个传统计算 用什么算法 用什么模型 什么那个Q Q什么玩意儿 Qubit是吗 对对对 Qubit组成 你不要瞎看paper了行吗 你Qubit说什么都能解决 怎么样组合这Qubit 让它算东西 这个过去十年 出了几万篇垃圾论文 不要瞎看这东西懂吗 这方面还是标注成了 到今天为止量子计算机 解决不了数二算法 就类似于说 我说我未来计算机 一定能做一个 什么都能算的一个东西 我说今天量子计算机的实战 现在连一个 就是一加一等于二都跑不出来 你让它等很遥远的那个东西 能跑出来 是很遥远的东西 太遥远了 等什么时候量子计算机 能解决数二算法分解直接数 我告诉你 数二算法是一个里程碑 量子计算机 什么时候能解决分解析数 这么一个工作 就会有美国国防部 中国国防部 俄罗斯 什么 韩国 以色列 每个国家国防部 都找到定义一台 全世界能卖出100台量子计算机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认认的考虑这个事情了 现在这个东西还有至少5到10年的距离 你又是在瞎想 我觉得有很多想法 你跟这个行业的人聊一聊 再找我来聊 这个东西太遥远了 每年说量子计算机能干这能干那个 这论文不下一千篇 过去10年才有一万篇这个东西 都是狗屎 都是狗屁 当计算机不能算1加1 3加5 6加2的时候 你说计算机能做什么 多么伟大的东西 能做一个替代什么 替代这个替代那个 都是狗屁 懂了吗 那那个就是关于这个 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这方面 和这个生物的这个结合 之前不是百度之前出了 都是狗屎 我说实话 就是除了比如说 传统的BioStats BioInfo 这些 Heat Markov Model 这些传统的东西 其实也没有什么人用了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当教授 这东西可以研究 你要不当教授 这东西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 百度之前 那个Lineage Design 您看了没有 就是关于那篇论文 百度的什么Design 就是关于那个MRI疫苗设计的 那个论文 就是他那个还是 就是我看了之后 还是就是觉得很牛的 这个他发Nature上面 然后的话 他那个等于说是把这个 MRI设计了之后 让它更稳定 你这个体内免疫反应就更强 比这个现行的 辉瑞他们这个MRI疫苗是 COVID的疫苗是更强的 所以他们这个算法很牛逼 最少往那些方面靠 跟这个MRI疫苗 然后Zerna和Pfizer自己都没多少人做这个 做这个领域 大部分还是做普通的 就是你他们做出来是MRI疫苗牛逼 还是因为他这个算法牛逼 不是因为他们自己坚持MRI 这个专利和技术吗 对他们那个MRI是这个 就是应用是牛逼的 我今天我今天老干妈 我也可以出300篇跟 比如说做辣椒酱和AI相关的这个论文 没有用知道吗 你做这东西老干妈不会招你的 我的意思是他们党哥可能不太了解 生物这块 他们最近MRI就现有的进行了一个优化 等于说是根据他们那个算法 AI的AI过去这么多年 发了几十万篇的垃圾论文 每一篇都是生成自己有巨大的优化 知道吗 没有一篇论文说我做的东西 比现在更差 没有这样的 都说我用了什么模型 我用了什么算法 比之前有优化 过去不是一篇 不是十篇 不是一百篇 是几十万篇的论文 都在各个领域 我这个对教育有优化 我对生物有优化 我对什么物理有优化 我对什么数学 什么有优化 我对什么信号 通信 什么对农业 什么都有优化 都是狗屁 知道吗 就是您在推荐我 就是在学习些什么关于 我推荐你考虑一些第一性原理的东西 你不要看 看了一篇论文 这个好像有用 没有一篇论文说我自己做的东西是狗屎 我不可能说我自己发行论文 我是狗屎 我做的东西都是狗屎 没有这种东西 懂吗 每一篇论文都说 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作 我这个优化是最独一无二 是推动人类的发展的 这个领域里面 没有我的优化都活不得去 每篇论文都那么吹牛逼 懂吗 你要是单独出来看 每一篇 我觉得你还是看的比较少 我感觉 就不说别的教育领域 过去有几千篇论文都说 教育领域里面没有我这个模型 那教育不了小孩 以后教育就会倒退 只有我这个能让教育效果 好很多倍 每一篇教育论文都那么说 你跳出来看这个问题懂吗 每个人都说自己有优化 主要就是我这个做的方向 其实也是跟纯计算机不太一样的 我们就是拿计算机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 但是解决问题都是伪问题 明白吗 你要当教授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当教授随便瞎解决什么都可以 你不当教授 你得靠他吃饭知道吗 你不要说我解决的问题有价值 你当上教授了 你拿到了一个什么哪怕是双飞的 什么教授教职 你可以说这个有问题 你可以拿到他骗经费申请经费 你如果没到那一步就是没有用 知道吗这东西 那我应该学啥 我就告诉你 不要读这个phd没有用 我说了第一遍 是不是就告诉你不要读这个phd没有用 你看那是挪威的哥们 我是挪威的哥们 我第一句话就告诉你挪威 去读个生物的phd是狗狗屎 没有地方要你 不如在国内踏踏实读个前端培训班 知道吗 但是我的转是不是在这有点太大了 谁让你学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这一 你有试错的成本有试错的机会 你可以试错去 咱们这录音也不删 我放到youtube视频上去 看一看我说的对还是不对 每天每天都有一万个人告诉我 我做的东西 我教育学我都有多大的贡献 生物生物学有多大的优化 农业有多大的优化 农业经济有多大的贡献 什么什么风险 风险控制什么什么 审计安全什么物理 什么什么信号处理 什么处理什么材料 我这个AI的模型都太有用了 都是狗屁知道吗 对 我知道在实际的应用方面 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我这个专业 其实怎么说去那边采样 做深信分析 其实本科也可以做 对 你现在就是干的是本科生的活 没有价值 人生要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咱们这房间里面有多少人 本科毕业之后 你看前面 进了小红书 进了拼多多 进了自己跳动 都赚了多少钱了 这个是需求 社会对需求 不是社会对需求 价值是你自己搞出来的 社会上都像你这种人 我认为我这个有价值 卖不出去 你就完蛋了这个社会 没有需求 我就是想跟你 我第一句话 是不是告诉你说 这个生物的PhD不要读 去挪威 没有任何用途 你去挪威干什么 有哪个挪威的公司 要会雇你 雇你也就是普通的 你说什么农业 或者是林业 或者是相关的当地的公司 它的成就感远远没有 你在北京上海深圳 近互联网公司的成就高 知道吗 这东西 我今天说的从头到尾 咱俩聊了好几回合了 没有一句话 你是听得进去的 现在 我能听进去 你听得进去 你就不会问这种问题了 你还不懂 你不知道这个东西 在MRA疫苗有多大用途 MRA疫苗出产到生产到铺开 跟那个色法 跟那个工作有多大的关系 你自己现在也没点B数吗 是没那个东西 MRA疫苗就输不来吗 不是 这个事情肯定不是 我感觉你就是没有听进去 我理解就是说你现在年轻 你需要试错 这个东西人是需要试错的 人的价值观是需要试错的 你可以去读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你觉得AI能改变 这AI能改变 量子精算机能干这个能干那个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 这是你的思想自由 学术自由 没有问题 我不是这个纯学生 你不是教授 只不过你不是教授 你没有 你说这个有用 你说那个有用 没有用 你最后还是要毕业要工作的 你不是教授 你哪怕在国内 你在国内经历一本二本的 或者211什么 当个找到教职也可以 没有问题 但是你现在挪威这个学校 毕业之后 产出学术水平 你也看到了水平很差 你也不太可能再找到教职了 就我觉得这个东西 没有必要说太多了 因为好多东西说了半天你也不听 我告诉你 MIR疫苗没有所谓的算法 有没有这个算法 或者有几个算法 没有几个算法 都不影响MIR疫苗的产出和发布这个东西 是的 我最初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方向的推荐 我告诉你 生物里面没有好的方向推荐 生物有好的方向推荐 生物也不会沦洞到今天这个样子 知道吗 生物为什么今天 是一个人人喊打的一个状态 因为他就是没有好方向了 懂吗 但凡有一个好方向 叫MIR疫苗 但凡有一个好方向 都封着进去这帮人 为什么MIR疫苗都不做了 因为以后也没有需求了 pandemic 新冠疫情COVID-19 这个一个时期 全世界有的需求 这过去之后也没有需求了 那下一次pandemic 你在堵什么东西你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跟你聊的比较累了 我跟你聊的 我觉得我一定会发视频的 你可以去看一看你自己 听一听你的发言有多蠢 这些东西 好吧 我听一听 我也看那个评论 来佐证一下我这个价值 评论不会讨论你的 评论讨论有价值的问题 我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我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都没有任何价值知道吗 我评论区的人绝对不会理你的 这个问题咱俩在浪费时间 懂吗 Strawberry King可以说了 党哥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 就这位做生性的同学 你现在还可以说话吗 让他说 我就想问一下 因为我也是做生性的 我想问一下 你是具体是做什么方向 你是在北京中科院吗 对我是在中科院 是BIG吗 不是 是的 那你是做的是和人有关的方向 还是说和技术有关的方向 就比如说转入组二代 这样拼接或者是 还是说你是做一些 跟植物环境有关的方向 我是做那种技术那一块的 我就是根据我们科技组 一些问题去找相关的 Faper去读一下 怎么说 类似的图 或者说是解决我们这个科技组 需要解决这些科学问题 就是有这个生性的 那你是在Whitelab里面做类似于技术源这种东西吗 对 那 你 就 我还是比较认同党哥刚才说的 就没有必要来北欧读博 但是我可以建议你 你可以试试国内那些做传生性的组 就国内生性的产出是比欧洲要强多了的 强很多 这也不要读 如果你比如说现在国内有很多在融资的生物药公司 像做把像药的做mr疫苗的做什么其他相关的上下游的供应了什么 你可以去但是你不需要读到博士很多时候 对 但是这要去初创公司 像业生 就是初创公司 对就是这些公司 你有机会就赶紧去 赶紧去 你读博士的东西没有用 不是产出高与低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个东西 我还是想问一下这位同学你是具体做什么问题的来 做翻译组就是Rebelsick 你知道吗 转路组是吧 翻译组 就不是RNC 是Rebelsick Rebelson 哦 Rebelson OK 那是人的还是一些别的东西 就比如说细菌卫生物 还植物之类的 反正我那篇文章的物种都有 因为我们要去做一个比较basic的一个问题 你是做database的吗 不是 你发过10分以上的文章吗 amble journal amble journal OK 11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你来欧洲这边的组能发10分以上的文章吗 那肯定不行 就太大实在国内做 不要不要来 真的不要来 欧洲这边的组真的很多博士发个六七分的文章就毕业了 姐姐姐姐 而且回国就不可能了真的 咱不劝他了 他说去欧洲是为了孩子自有一个自由生长的环境 他根本就他妈不是想做学术的 他说想去挪威就躺着读 把博士拿下来就完事了 你前面可能没有听 他前面跟个怂七八崽子似的 他说我去挪威就是为了让我孩子生在挪威 踏踏实实上他在挪威的自由的生长 为了让孩子去乐队拿到政府补贴 他不是为了做学术去的 大哥我想问一下 我没有这么说 你有女朋友吗 有 你大概知道家庭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 对方的吗还是 你们两个之间如果过家庭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吗 你大概知道这个吗 我知道 那你可以搜一下极州极业 还有北欧的种族歧之类的 因为我现在就在北欧 你现在就北欧吗 对 你在哪个国家呢 我在芬兰 那更偏北了 还好在赫尔辛基 那去 我问一下这姐姐 如果现在国内有一个好机会 我因为我周围做是 Biotech创业的人非常多我周围 而且都是拿到了大笔融资 而且国内双信的博士 开的工资绝对比北欧高多了 是的 高很多 北欧我看了一下北欧相关工作 20万人民币 总他差不多这么多 但是在国内我朋友合伙开的公司 现在能给到的钱就四五十万人民币 一年齐心 可能本格上就是水平 对博士的话大概是能给到税后 去业界的税后是可以到四五十万 但是你如果说是去国内的工资 就是欧洲的三倍不止 真的 而且业界也没有什么的好机会给留给他们 你是做Ribosum 那你其实可以往疾病相关的方向转一转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 是的 我现在拿了这个offer 确实跟我做的 其实我也想往人的疾病方面再找一找 疾病方面的数据最好的基本都在中国 你知道吗 那当然 欧洲这边的伦理可能都要卡你一两年三五年 真的 你可以考虑一下 我其实建议真的一年两年 中国的这个好机会融资公司 投入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就想在国内待着 你就在国内待着 其实这种机会也是有很多 比北欧要多的多 明白 我倒是他怎么说也在外面有公司 他可能也要挑出来 对 在国内待着挺好的 在你们组如果质量比北欧那个要好 你就在你们组做就挺好的 你现在还是那句话 你开始就在说 你孩子为了去北欧 你看北欧有个乐队 拿政府补贴也能让孩子 也能业余的去干 你觉得这事北欧太好了 纯狗屁知道吗 还是被毒打的手 我觉得 当你把那个钱税都扣完之后 你就这么点钱 你发现 其实你吃的也穿的住的用的 比普通人好不了特别多 比那些本科都没有毕业的普通人 好不了特别多 你就什么都醒过来了 我不这个话题不了这个话题 ok ok 其他人还有要上麦的吗 我其实我问下 strawberry king 你短期有回国打算吗 好 我看其他人有没有想上麦 SS有上麦 我先把他拉上来 我可以说了吗 说把SS说了 因为我也有小孩了 现在小孩从小学开始 怎么样规划他接下来的这个人生会比较好 怎么老想从小学位化哪个成功是 哪个人的成功是从小学位化出来的 主要是因为之前的以前来的 小学太早了 那徐编程就可以了 还有没有别的什么 一个是徐编程 一个是 一个是给他机会 让他去感兴趣的话 让他去编程的一些比赛 一些学术的会议 让他去参加 再有一点是让他学好英语 就没有别的了 本科太大事实的 不让他高考 让他到香港 要读个本科 或者到美国 到欧洲 到哪个地方 就不要在中国参加高考了 好的好的 高考这东西会毁了人一辈子 因为他你 你会有12年的时间 什么 除了学习什么 刷题什么也不干 你要把12年的时间拿出来 去学其他东西 都能学出很牛逼的东西出来 你就不要让他高考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 毫无疑问 就是最差 最差可以去香港初中三年 都解放出来 做一做 就让他学一学编程也可以 学一学其他的机器人 学一学数学都可以 谢谢大哥 其他的还有要上麦的朋友 我看一看 没有的话我关房了 那大家拜拜 都不在这儿 但是我就知道 太行福了 不用了 太行福了 没什么 只有辅职